举骑路盘定江山 落子无悔逆乾坤 纵横交错十九路 神之一首黑白尖 大家好 我是全书 今天开始我们回顾 骑魂也叫骑灵王 故事从一个下雨天开始讲起 男主静腾光带着青梅竹马的滕骑鸣 来翻爷爷家放旧物的仓库 因为自己考不好所以没有零花钱 小光是来找没用的东西卖的 他找到一个古老的围棋棋盘 而且只有小光能看到上面的雪字 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说 他终于等到了 那个声音只有小光听得到 小明看到小光不对劲吓得躲到一边 接着小光身后出现了一个人 并说他终于再度回到这个世界 然后小光就晕到了 在送去医院的路上 小光和那个人交谈后得知 他叫藤原左维 本是平安时代交天皇下围棋的老师 能够每天下棋左维感到很快乐 之后另一位老师向天皇提议 只要有一个人交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两个被安排对决一下 就在下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左维发现对方的作弊行为 对方在自己的黑棋内混入白子 并将他当作是自己的提子 就在左维要揭发对手的行为时 对方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揭发左维 天皇阻止了双方的争吵继续下棋 最终左维因为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而输掉了那盘棋 他背负着作弊的罪名被赶出去 两天之后头水自尽 但是因为他还想下棋的意志很强烈 所以灵魂变附身在那个棋盘上 一段时间之后他遇到了虎次昂 虎次昂之后改名为秀侧 就是那个十四世本营仿秀侧 在历史中是一个少年天才棋手 不过很可惜他在34岁的时候 得了传染病因脸早逝 那个棋盘上的血字就是秀侧的 左维也因为还没有领悟到神之一手 所以继续等待下棋的机会 第二天小光恢复正常来上学 左维变成了他的持有灵 啊就是现在左维就跟着小光 不过小光说左维跟着自己没法下棋 这使得左维非常的伤心 也直接导致小光跑出去吐 因为左维悲伤的情绪传给小光 最后小光答应偶尔可以下一下 话说那天刚好是社会科考试 左维对于里面的历史题了如指掌 小光也发现了左维的用武之地 放学后小光准备带左维去下棋 左维对现代都市充满着好奇 小光带他来到围棋会所 这里面基本都是老人家 柜台姐姐适而情媒问小光棋力如何 小光说自己没下过但应该很强 然后他就见到了塔使亮 因为年龄相近所以小光想跟小亮下 小光还说塔使亮可以不用浪子 这时的小光还对围棋一窍不通 就在小光抓起黑子的时候 左维留下了开心的泪水 时隔140年终于又可以下棋了 接着小光开始按照左维的指示下棋 起步过后塔使亮也发现 从小光的手势可以看出他是个新手 但是起路却异常的稳健 而且用的都是很古老的定势 围棋定势我们就简单理解为是 在博弈当中的固定战术布局 小亮很快就发现这个对手并不简单 他的九颗白子已经被逼近绝路 不过左维也说小亮很厉害 在左上角失利之后小亮着手于中部 然后左维下了一步棋 这不是最好或最强的一手 但却是试探性的一手 小亮瞬间感受到 对方正在居高临下审视自己的实力 对局结束后小光准备离开 适合给他一张儿童围棋比赛宣传单 之后所有人都十分诧异 接近职业水平的小亮竟然输了 而小光则和左维开心的回家 一天小明来找小光 小光妈妈说他去围棋学校了 在这里能够学到一些基本围棋常识 比如满足无器条件就可以教师提子 老师还给小光示范什么叫死棋 只有小光先在这里参观 左维还是老样子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 此时电视里正在直播围棋比赛 那是塔史形阳的天原之战 他是塔史亮的父亲 据说是最接近神之一手的棋手 左维一下就被他吸引住 说到塔史亮 自从输了那盘棋之后 就一直在给自己复盘 那盘棋更像是一盘指导棋 他很想知道对手的真正实力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光也是经常去围棋学校 小明因为好奇也跟得过去 在老师的讲解中 左维他们也发现了 随着时代的前进围棋的下法有改变 规则也跟之前的有所差异 直黑先手有力需要天目 动画播出时与如今的天目术不一样 这里就不做展开 简单的讲就是直黑需要多赢一些 老师还教小光分先猜子 然后让他从摆棋部开始 这时旁边对异的人传来噪音 一个叫阿古田的人又在欺负弱者 左维很生气这种没有棋品的行为 他想要对异教训对手 结果小光更直接 他拿着棋儿就往人头上扣 顺便还把人假发给拿起来 老师生气的让小光还是回去吧 小明也气愤小光乱来 左维则被伤自己没有棋下了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去那个儿童围棋比赛 小光在这里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 左维也十分感慨即使跨越千年 大家对围棋的热爱还在 不过意外总是会发生 左维看到其中一盘棋点评了下 小光就把关键一部给讲出来 所谓关棋不与真君子 何况这是比赛 小光就这样被带到办公室 另一边小亮一直等着小光再次出现 从适合那里得知 小光有可能在儿童围棋比赛那后 他直接冲了出去 另一边小光正在诚恳道歉 那盘对局被判无效重新下 之后小光转角碰到了塔使行阳 左维和他擦身而过 塔使行阳来到办公室之后 穿白西装的续芳向他描述情况 有个小孩一眼就看出关键一部 续芳还说为何不问那个小孩姓名 塔使行阳则说没关系 因为真的有本事迟早都会遇见 另一边小亮终于找到了小光 小光主动跟小亮说 看那么多孩子认真下棋有点感动 小亮从小光的手上再次确认 小光确实平常不下棋 之后小亮说自己以职业棋手为目标 当得知职业棋手比赛能赚钱时 小光开玩笑说自己也可以 当个职业棋手随便拿一两个头衔 这些话直接冷落了他使量 一个职业棋手要经历许多 忍耐 努力 心酸和苦修 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达到目标 小亮从小就看过太多这样的人 所以他不允许有人侮辱职业棋手 因为他从小也是这样过来的 接着小亮向小光发出对异邀请 车上小光跟左翼说自己只是开玩笑 他还担心左翼是否能赢过小亮 左翼说上次下的是指导棋 就是为了引出对手下正确的棋而下 不过左翼说小亮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继续成长下去棋力必然会更加精湛 然后他们回到围棋会所对异 大家都十分的期待 小光先手直黑一手小木 三分钟后小亮直白占据欣慰 看得出这一次小亮是有备而来 左翼这边也被激发起而斗志 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到了中盘小亮很不甘心的认输 因为他已经看到自己的败局 这次的打击对他还说更大 小光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好先走 路上小光质问左翼为何会这样 左翼说因为小亮避得他无法留情 只有小光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围棋到底是什么 大家在里面追求的又是什么 然后他又来到围棋会所的门口 这次他是被叙方看到给带进来 对了这间会所是塔使家开的 所以塔使行阳有时候也会过矮 然后塔使行阳希望和小光对异 左围意何尝不想要一决高下 小光变成他们衔接的桥梁 然而这时的小光开始想自己下棋 他被塔使行阳置地有声的气势吸引 行阳说小亮从小就跟着自己学围棋 他不允许小亮参加业余比赛 因为这样会扼杀其他孩子的希望 他不相信有其他同龄人会赢小亮 所以他想要知道小光的实力 不过小光早就被行阳的气势吸引 他靠着自己的意志而期望 下了一手自己觉得对的棋 而且手势也是正确的 然后他突然就很恐惧地跑走了 事后塔使行阳对他的评价是 布局完美没有破绽 开局相当不错 最后一手看似坏棋 却仿佛另有神意 而小光之所谓逃跑 是因为他觉得左围控制了他的身体 他并没有发现那一手是他自己下的 毕竟这一步叫麒麟王而不是通灵王 左围是没有办法附身合体的 他也感受到小光想要下棋的欲望 之后小明六狗碰到小光 并向他发出自己姐姐孝庆的邀请 不过被小光给拒绝了 连左围都看出小明喜欢小光 周天小光来到夜赖中学孝庆现场 却没有看到小明 因为小光自己说不来的 孝庆上他们发现有人在下围棋 那是同井公红在摆死活棋 能够破解的人会获得奖品 左围也很想试一下 一开始简单的提小光都能自己解决 后面比较难的就靠左围了 接着小光希望得到那本 塔使秦阳死活提及的奖品 所以让同井摆了一个最难的 红井还说这个人解出来的话 应该跟塔使亮差不多水平了 此时突然出现一个人 他用包包糖下队的关键第一步 他还声声塔使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人是将棋社主将加赫铁男 以前和塔使亮一个围棋学校的 加赫还吐槽同井的围棋社都没人 连凑满三个人比赛都不行 所以学校也不会承认有围棋社 同井给加赫奖品后要他快点离开 结果加赫将那本书给撕案 他似乎真的很不喜欢塔使亮和围棋 小光则极力维护塔使亮 最后他们两个决定下棋定输赢 加赫要是输就跪下认错都行 小光要是输了就去动用 左维自然是亲自上阵 而加赫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 因为跟塔使亮在一个围棋学校 总是排名第二的他经常被父亲教育 那天被塔使亮给听到了 不过加赫生性开朗还好一些 结果塔使亮说自己不然输一盘好了 小时候的他没有注意到 这是对一个有追求的人的侮辱 结果那盘吉他使亮输了一幕半 很明显他就是故意输的 也因此加赫转而开始学降棋 不过加赫的围棋实力还是不错的 但肯定的是下不过左维 左维这边也想再多下一些 所以并不着急分胜负 这时小光突然听到小明的声音回头 导致自己下错了一步棋 以下子就失去了五个黑子 这下左维只好奋起直追 之后小明终于看到了小光 他的同学很失去的离开 而小光和加赫的棋局已经结束 他最终以半幕之差输给加赫 同井和加赫此时非常惊讶 中盘那排山倒海般的追击气势逼人 接着加赫让同井脱掉自己的校服 他让小光穿上并决定带他去比赛 他们是初中部的小光才六年级 所以小光需要伪装一下 比赛地点在四立海王中学 这一看就是围棋名校 各校的参赛选手细数到场乐身 团体赛事三人一组两胜晋级 今天小光决定要自己来下 不过他在这里有看到熟人 所以还是尽量低调比较好 于是他就先看别人下棋 结果其中一个人故意打乱棋盘 当两边争论刚才是怎么摆的时候 小光帮他们从第一步开始复棋 没有分析的话应该不算复盘的 而那个故意打乱棋盘的人则很生气 因为他本来就快输了 左威这时也发现小光的天赋 接着比赛准备开始 小光连计时期都不知道怎么用 每人有45分钟下一步就要按一下 加赫是主将 同井副将 小光三将 比赛开始之后同井被吐槽还在看书 这样是没有犯规的 在对手眼里他们一个不懂按计时器 一个只会按书下 一个是来凑数的 本以为会轻松获胜 结果加赫10分钟就解决对手 当他看到小光的棋局时觉得好乱来 毕竟那时跟他下的是左维 不过小光确实是在认真下棋 他将整个棋盘视为宇宙 每下一步都仿佛天上的星星一般 他觉得自己正在创造宇宙 但实力问题小光输了这场比赛 接下来就靠同井了 此时在海王的校长办公室 校长正在劝小亮加入他们的围棋社 因为小亮申请入学海王 不过小亮目前比较在意的是小光 当然理论上亮是不会参加围棋社的 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了 此时同井竟然赢了对局 他在最后收官的时候强追20目 最终算上天目是一半目胜出 夜爱中学第一次参赛就赢了一回战 这让其他人都有点光目相看 二回战的时候加赫依然稳操胜券 同井这次却败下阵来 他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加赫这时跟小光说 这次比赛赢不了的话 夜爱中学就不会承认围棋社 同井怕有压力不想跟小光说 同时降棋社也对加赫来凑数很不满 如果赢不了的话大家都会很麻烦 无奈之下小光只好让左围来下 他也很清楚自己赢不了 不过他非常的不甘心 之后在左围的帮助下他们晋级决赛 加赫让同井赶紧把输给扔了 不要被输给先知的思路 决赛的对手是海王中学 小亮跟校长聊完天之后也来看比赛 他一眼就看到了小光 这局还是左围在下 不过左围这次是给小光下指导棋 他让小光思考每一步的寒意 小光正在慢慢觉醒中 另一边加赫首先输掉了比赛 同井这边也准备了输 不过他的对手不小心下错一步 同井抓住机会赶紧做活 就这样他赢下了这局 同时小光这边也结束了比赛 自然也是赢了 小光看到对手留下不甘的泪水之后 自己也是若有所思 接着他看到了小亮 小亮说刚才那局下得很漂亮 不过很遗憾对手不是自己 他明白自己如果要追求神之一手 就不能逃避而小光对弈 之后小光不小心被蹬出来是小学生 这下暴露了吧 最后结果还是海王思逸中学夺冠 对了 加赫之前说什么输了会很惨 其实都是骗小光的 不过这一场比赛过后 小光终于对围棋有所感悟 正如塔什亮执着的追赶左围那般 小光也开始努力的去追赶塔什亮 春天到了 万物复苏的季节 阿光考进了依赖中学 他理所当然的加入围棋社 但其实围棋社还不算成立 他们在公布篮上的招募海报 还被篮球部给私下换上自己的 阿光虽然很生气 但这也没有办法 毕竟学校篮球部成绩更好 但肯定挡不过神奈川现一家亲 之后他们将海报拼好并贴在别处 接着适合开车送小亮来到夜赖中学 小亮是过来找阿光的 不过他到处问都问不到围棋社在哪 毕竟是刚成立的社团 校方也没认可 小亮最后是在玉子老师这边问到的 玉子是阿光的班导也是化学老师 他给了围棋社一个旧棋盘 还让他们可以使用实验室下棋 此时阿光和童景正在练习 虽然上次比赛取消成绩 但裁判对他们纪念的比赛寄予期望 这点还是很触动他们的 接着正早见湖泊主白龙UP队 是他时亮见到了阿光并表明来意 原来他一直很期待和阿光再次对异 结果阿光说他不会再和小亮下棋 他现在要为围棋社努力并参加比赛 这段带有误会的对话 戳中两个人的心 只有左维和平目前的我们知道真相 小亮追赶的人是左维而不是阿光 阿光为了让自己配得上小亮 也正在努力进步 在这飘万樱花的季节他们没能牵手 不过之后小亮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阿光说自己会参加比赛 所以小亮决定加入海王围棋社 如果在比赛中遇到阿光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对异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小亮的加入搞得围棋社人心惶惶 因为大家基本不在一个水平 而且这样比赛的席位又会少一个 全书个人认为是 围棋还是找棋力相近的人下 因为相差太多的话 赢的人得不到进步而且没意思 输的人则会更加失去信心 除非下的是指导棋 而小亮在自己还需要提升的情况下 一般是没有太多时间下指导棋的 清楚这些的围棋社尹老师 选择由自己跟小亮对异 他还说阿光的实力不容小觑 不过他相信小亮可以赢过阿光 在清楚小亮的实力之后 尹老师跟他说了围棋社的日程 小亮可以自行决定参加与否 接着就由女生来找小亮下指导棋 小亮也同意了 回到阿光这边他们又做了新的海报 小明没事就来看他们下棋 千年轮回 樱花依旧宁静庆心 大家都在朝着目标努力着 之后阿光去书店买书 回家路上看到屏幕显示 踏使秦阳获得了时段的头衔 注意时段是头衔而不是段位 隔天小亮依然在围棋社研究棋谱 他似乎对他爸获胜不怎么关心 毕竟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阿光 这时有人向小亮提出挑战 他是海王围棋社三将青木学长 青木对后辈很好的 他的目的是想要证明实力差距 因为他实量加入之后 他应该就不能参加团体赛了 所以趁现在对一免的别人会说小亮 很快他便认输了 接着一年级奥村也向小亮发起挑战 奥村来了一个一守天元 随后小亮下哪里他就对着下 这个就是模仿棋的 不过要破的话也不难 在天元位置争子比对方先叫吃就行 但小亮对围棋社的影响还没有结束 二年级的伊藤在雨中想到一个计划 隔天他叫小亮去打扫围棋社仓库 并用激将法让小亮和自己下盲棋 奥村和小岛就在外面排队等着 结果无需多元塔使亮很快就赢了 伊藤中盘直接认输 随后伊藤让小亮同时和两个人下 这次小亮遇到难处 难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人数的关系 而是新手奥村下棋没有张法 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 小亮因此记不大清楚于奥村这盘棋 甚至还下在了对方的棋子上 因为没有张法只能纯靠记忆 有张法则可以推销出来 当然这是只针对下盲棋时的记忆 不过小亮没有放弃 他转而开始攻占其他地方 这时三连级的日高学姐来找小亮 因为之前答应邀下指导棋 结果日高发现了伊藤的计划 他跟小亮说虽然这些都是因为 小亮加入围棋社才造成了局面 但只要是海王的学生就有权利加入 所以堂堂正正的对局就行 接着小亮用五分钟结束了两盘棋 而同警他们此时还在位 测不到三个人参加比赛而发愁 阿光找到同班排球社的金子过来 他的围棋实力也不差 小明比较在意阿光牵金子的手 不过同警说团体赛分男女 所以只有金子的话还是没办法 之后阿光想到一个主意 那就是在招募海报上加个死活题 这样就能找到会下棋的人 那天放学的时候 海王围棋社主将暗本告诉小亮 伊藤选择推出围棋社了 暗本也说小亮的加入的确影响社团 他知道小亮目的是为了跟阿光对弈 小亮也说出了情况 他还说要是阿光参加比赛 估计只有自己能和他一战 说实话为了这一战小亮承受了很多 隔天同警他们出了死活题被解开 小明看到解开的人是三股又灰 但是三股并没有来到围棋社 同警导师很憧憬的要求就可以比赛 他还是念念不忘去年赢过海王中学 之后他们聊起了塔使亮 同警说小亮应该不会加入围棋社 他给阿光科普了什么是围棋院生 那是一个专门培养棋手的棋院 学习期间院生不允许参加粤语比赛 海王中学也有人之前也是院生 不过后来放弃成为职业棋手 而小亮是比院生更强的存在 所以一般也不会加入社团参加比赛的 傍晚阿光肚子饿了去吃拉面 恰好有个外卖送到隔壁围棋会场 佐威十分想去看一下 因为他最近都没有下棋 接着他们又听到顾客说 那你最近有个很厉害的中学生 所以阿光就跟过去看一下 他们看到有一个中学生在下棋 关键这个人在整地的时候作弊 也因此让自己赢了这盘棋 随后他拿了对方的钱就走了 从校服看出这个人也是夜来中学的 他就是阿光他们要找的三谷 客人还说最近三谷赢了不少钱 虽然其力并没有什么长进 佐威对刚才的作弊行为很生气 他跟阿光说一定要让三谷加入社团 然后引导他走向正确的路 第二天三谷拒绝了这个提议 阿光也直接说出三谷整地作弊 三谷说家境不好所以赚点零花钱 然后阿光就把他强拉到实验室 既然都来了那就下一盘再走 佐威看出三谷是有实力的 但他比较在意为何要作弊 佐威自己也是被作弊害惨的 接着同景专注于自己的棋局 他在听到对方落子声音后下了一步 结果因为自己连下两步算输 因为刚才那个落子的声音 是三谷故意敲打棋盘的 然后三谷就走了 阿光跟同景解释三谷就是这样的 还说出了三谷整地作弊的事情 同景觉得这样的人不适合比赛 但是阿光却坚持可以让子回头 接着三谷再次来到围棋会场 老板正在跟月先生下棋 月先生的手势看起来像个新手 而且他输一次给的是一万日元 随后老板让三谷和月先生下棋 三谷竟然说筹码跟刚才一样 接着对局开始 月先生还假装不小心打乱棋子 随后又恢复卢出 此时阿光也赶到现场 他是还劝三谷回头的 然后三谷和月先生继续下棋 另一边同景在给小明解释整地作弊 整地是对异结束后为了方便清算 而采取的一种棋子白发 本着信任原则不但会去注意对手 所以作弊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但这样会破坏围棋的信赖关系 这是一种很卑劣的行为 回到三谷这边他似乎稳操胜券 这时月先生突然换了左手 原来月先生是个左撇子 刚才用右手是为了让三谷大意 现在换成惯用手之后气势逼人 同时月先生还偷偷移动棋子 三谷在后面才反应过癌 结果可想而知三谷被压制 整地的时候对方比三谷手法更快 最终三谷输了12木板 愿赌服输三谷拿出了所有钱 不过还差20日元 他不理会阿光的帮忙找老板借 结果却被月先生给点破 是老板叫他来教训三谷的 接着三谷把20日元还给老板 转而找阿光帮忙 然后他伤心地跑出一期会场 最终三谷还是成到自己的恶果 这一切都是圈套 虽然左维也希望三谷能够回头 但他说这样的做法太残忍 所以他们要回去教育月先生 左维会让他在中盘直接认输 而在围棋会场 当月先生听到别人说 本因仿修测是历史上厉害的棋手时 他吐槽那种下法已经过时了 之后老板说三谷作弊是最近的事情 大家也乐意给他钱对他像孙子一样 但作弊始终是不对的 所以才叫月先生过癌 老板也是用心良苦 请月先生就花了两万日元 接着阿光来找月先生对弈 筹码依然是一万日元 月先生一开始就毫不留情 很快对局结束阿光离开 月先生被吓得一动不动 他看着棋盘说了一句 本因法秀测 隔天阿光将钱还给三谷 并让他要加入围棋社 之后童景和小明来到这里 他们都知道三谷整地作弊 三谷有点埋怨阿光大嘴巴 不过他还是答应会参加比赛 三谷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而童景则担心他会在比赛里作弊 回到海王这边因为比赛临近 主将暗本向小亮发出挑战 这也是为了避免大家非议 毕竟很快就宣布比赛名单了 小亮这边也知道阿光是依赖的三将 海王都以为对方是要田击赛马 小亮坚持自己也要三将 尹老师说在考虑下 没多久暗本就认输了 其实安本以前也是怨声 只不过后来退出了 接着老师宣布比赛名单 小亮竟然被安排是主将 他强烈反对章的安排 其实小亮的爸爸得知而自要比赛时 也觉得有点草率 小亮说阿光是他必须翻过了一座山 他想追求神之一手追上父亲的实力 就必须要克服眼前的困境 为此他无瑕顾及别人的看法 塔使行仰也认可小亮的决定 不过尹老师并没有这样安排 任凭塔使亮怎么喊都没用 因为尹老师从学校和社团方面考虑 实力最强的就应该担任主将 不过小亮的态度更加坚决 他说这次比赛结束后他就退射 他只求与阿光一战 接着到了比赛那天 童景似乎还没有调整好心态 感觉只有阿光比较乐观一些 这时小亮过来打招呼 他说自己是海王的三将 他很期待与阿光的再次对决 阿光惊叹小亮未有追赶左围 竟然做到如此地步 这时塔使亮也被周围的人认出来 果然又引发一阵议论 海王的人对阿光也很感兴趣 三谷在旁边放话会赢下海王 童景吐槽三谷就算作弊也会想赢 日高这时认出童景就是去人那个 侥幸赢了他学长的人 日高还说夜赖打算放弃主将局 结果童景竟然极力维护三谷 他说三谷是名副其实的主将实力 为了缓和气氛 案本这时跟三谷握手 然后大家就这样散去 三谷感受到了童景的好意 接着比赛终于开始 三谷的下棋速度很快 他还没忘记案本对他说好好打一场 对手很快就认输了 三谷则去看案本的比赛 结果却发现案本实力远超他想象 三谷这才明白案本握手是出于礼貌 他其实也认为夜来中学放弃主将局 不甘心的三谷回到阿光这边 他跟童景说阿光那边肯定是不行了 他跟童景保证自己不会作弊 并让童景一定要赢 因为他二回战要赢过海王 不过阿光这边还没有放弃 他正极力想要扭转局势 尹老师则看在眼里 最后阿光和童景都赢了 但是尹老师不忍心告诉小亮真相 之后到了中午休息时间 阿光不敢直视小亮的目光 他跟佐威说等一下还是由他自己下 他有点无奈小亮出现得太早 自己的水平还没有提上来 这时他们听到案本和日高的谈话 并得知塔史亮为了能够跟阿光对弈 承受了非常多的委屈 最后阿光决定还是让佐威来下 但其实阿光也很不甘心 接着第二场比赛开始夜赖对阵海王 塔史亮终于坐到阿光的面前 他的手不由自主的抖起来 说不清这时机动还是在克服恐惧 对局开始小亮吓得很快 他的脑中已经设想过无数次对局 结果佐威首先进入长时间思考 主将局中三股因急于进攻路出破绽 童景这边则显得过于谨慎 佐威这时还没有下一步指示 阿光其实很想下棋 他被小亮对围棋的热爱所吸引 他也在尽力追赶着小亮 接着佐威有了下一步指示 但是阿光却有了自己的想法 于是他决定自己来下 因为他也想知道自己和小亮的差距 这一手之后跟之前的起路完全不同 佐威发现阿光这一手很有意思 不过以他目前的实力无法发挥出来 但阿光的每一手都体现出 他对于围棋的热爱和追求 佐威觉得他就这样看阿光成长就好 可惜小亮并不这样认为 他生气的哄了阿光 佐威明白小亮是太过执着于自己 因此忽视了阿光的进步 接着尹老师让小亮要把棋下完 老师不忍告诉小亮真相就是因为 他看到第一局阿光自己下了棋之后 就明白阿光实力远不及小亮 接着小亮忍住泪水和怒气继续下棋 很快小亮就赢了 他伤心地离开赛场 自己辛苦忍受所追寻的目标 到头来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然而阿光也并不好受 童景和三谷这边也相继败下阵来 小明和童景都流下篮过的泪水 三谷眼里含着倔强的眼泪 最终夜赖0比3输给海王 那件事情过后小亮就离开围棋社 他已经决定要参加围棋职业考试 此时第14届NCC杯决赛正在举行 童景带着阿光过来感受下 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棋手对异现场 同时也有一个大棋盘提供讲解 左围这边是看得很开心 阿光内心还在愧疚与他实际上的对异 同时也在想要如何才能让左围下棋 之后坐不住的阿光决定去大厅看一下 他在这里看到有人网络对异 旁边还有工作人员给他介绍 不过那个小孩很快就生气离开 然后被他的对手Zerda吐槽 因为网上用的基本都是假名 所以这个对手并不是Zerda 看他吐槽的话感觉也是个小孩 接着工作人员继续给阿光介绍 在网上还可以跟全世界起手对异 于是阿光认真的学二起来 隔天阿光没有来到围棋社 他去三谷姐姐打工的网吧上网 话说暑假快到了 童景要参加毕业考试没时间下棋 三谷想回去之前的围棋会场看看 出归门禁的小明要去围棋学校学习 他下学期也想招人去参加比赛 另一边三谷的姐姐正在教阿光上网 阿光在这里可以免费上网 他还从姐姐这里得知 三谷的围棋是爷爷在世的时候教的 小学时遇到一个一起下棋的老师 毕业后就去围棋会场了 感觉阿光跟姐姐聊得很开心哦 之后阿光取了一个网名叫Sai 其实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左围 因为这样就可以让左围尽情的下棋 而且还是可以跟世界各地了人下 接着画面也转到世界不同地方 因为下个月有国际业余围棋大赛 这个原形是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 不少参赛选手都在积极准备着 大家也都习惯在网上对弈 因为这样更方便一些 同时左围也做好准备大杀四方 阿光准备暑假都来这里找三谷姐姐 主要是为了让左围可以自由下棋 偶尔还会有对手发来赞叹的消息 阿光就让三谷姐姐帮忙回复 之后阿光找了之前那个Zero打对弈 这段期间左围真的是开心到不行 下到中盘左围发现对手实力不错 这时对手也直接认输 因为他已经清楚目前局势 接着阿光让三谷姐姐帮忙发一条 我很厉害吧的消息过去 结果对方说自己是怨声 那个人就是河谷一高 他正处于参加围棋职业考试期间 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 辅警雄泰今年是第一次 河谷和阿福同为怨声 今年塔使亮也来了 午餐期间他们三个交谈起来 河谷说起自己网上对弈的事情 还说从对方的留言看出是个小孩 但是其力绝对是职业水平 此时沙谷在网上已经名声大噪 想要挑战他的人弱意不绝 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下个月要去 日本参加国际业余围棋大赛的 一时间大家都在猜测沙谷的真实身份 也就河谷从沙谷出现和对异时间猜出 他有可能是个放暑假的孩子 感觉笔记本要压不住了 之后第二十届国际业余围棋大赛开始 比赛一共四天一天两场总共八场比赛 赛制是积分循环赛 河谷被自己的老师叫过来帮忙 他的老师叫森夏茂兰职业九段 森夏叫河谷来帮忙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让他可以和别人切磋学习 河谷是三胜一败通过职业考试预赛 一败主要是输给他始量 不过河谷这次过来也想看看 网上的萨尔会不会在这群人里面 他还去办公室借电脑 结果刚走的时候萨尔就上线了 其实不只是河谷一个人 赛场里有不少人都想找到萨尔 于是大家开始交谈起来 来看比赛的序方也开始感兴趣 接着河谷对萨尔做出了准确的描述 因为每次看萨尔对局会发现都在进步 就好像是学现代定势的本音方秀策 此时小亮也到场并得知情况 当河谷说出萨尔可能是个小孩时 小亮和旭方第一个想到阿光 不过小亮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 这时有人给他们拿来一台电脑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萨尔 小亮的网名叫阿凯达也就是亮的意思 他向萨尔发出挑战 同时还有许多人也发出挑战 阿光总维想着阿凯达会不会是小亮 阿光还是在意自己当时打断了 小亮和佐维的对异 接着他们选择接受阿凯达的挑战 为了测试对方到底是不是小亮 佐维是按照他和小亮第二盘旗下的 结果对方也配合着下 塔什亮有点差异难道真的是阿光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阿光让佐维不要跟之前下一样的地方 之后塔什亮很快认输 他说继续下棋会影响比赛会场 毕竟大家的集中力都在这里 不过小亮约萨尔则日在下 阿光这边因为三谷姐姐明天去玩 要下个周天才能来上班 所以就把下次对异时间定在下周天 小亮毫不犹豫的答应之后离开 然而下周天是职业为期考试第一天 河谷很生气塔什亮的这种态度 即使输掉第一场也无所谓 毕竟有人可是连考几年都没进 而塔什亮却这么轻易的放弃第一场 不过毕竟起点和经历不一样 河谷也是不大好理解这样的做法 那一天小亮确实没有去考试 阿光和佐维也如约上线 终于佐维和小亮又可以再次对异 这一次是塔什亮直黑先手 这里动画的表现十分到位 在发光的棋盘上黑与白正互不相浪 因为亮不知道萨伊的真实身份 所以对手下棋时 画面表现为有一只手伸出来 亮很明确这个人不是之前的阿光 萨伊比之前的阿光更加凶猛 不过我们发现有一部的手不一样 这一部让小亮觉得好像是阿光 但又比阿光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同时世界各地的网络棋手也在关注 其实来到现代后佐维也在进步成长 最终小亮虽然拼尽全力 却也只能认输 佐维跟阿光说对方应该是小亮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佐维和阿光有了明显的进步 佐维的棋力还在提升当中 这场比赛须方也看了 他觉得就算自己也未必能赢 而小亮则有点迟疑对手到底是谁 隔天小亮去围棋会所 刚好听到有客人说在网吧看到阿光 结果小亮又一次着急地跑过去 他一下就抓住了阿光 不过阿光此时正在看漫画 随后他们两个去外面聊天 小亮果然怀疑阿光是塞 阿光也准备装傻蒙过去 看到这里总感觉小亮很在意阿光 可他却头也不回地离开 还说再也不会出现在阿光面前 此时阿光叫住了小亮 他说如果小亮一直追逐自己的幻影 总有一天会被自己追上的 然而小亮一点也不在意地离开 这次变成阿光有点难过 另外因为塞现在被许多人关注 所以阿光也决定先不来下棋了 而且暑假也要结束了 开学后围棋社的活动继续 三谷发现阿光确实变强了 同情带来两个新的折叠棋盘 小明带来一个新的成员金田 围棋社现在的氛围不错 之后阿光想去找爷爷帮忙买个棋盘 他还提出要跟爷爷对异 赢的话要买有角的棋盘 得过不少业余奖项的爷爷自然不怕 阿光还提起仓库的那个旧棋盘 爷爷说那是以前哥哥出于好奇买的 传说里面有一个带高猫的幽灵 不过最后什么都没有看到 在阿光与爷爷下棋的时候 佐伟有一段内心的感慨 那就是神明究竟会让他像现在这样 任性的存在到何时 另一边小明来到围棋学校下棋 那个阿古田对他还是很客气的 旁边的阿姨则看穿小明喜欢阿光 老师也让小明有空叫阿光过来 回到阿光这边他没能下营爷爷 不过爷爷爷看出阿光很有天赋 才学了一年的围棋进步这么大 于是他给阿光买了一个棋盘 这样阿光就可以在家里跟佐伟下棋 感觉他们两个都十分开心 不过一开始还是需要适应下 阿光还生气佐伟一点都不留情 两个人就这样下到了晚上 第二天阿光在让童井两子后还获胜 让正在准备毕业考的童井心有不甘 他也想专心下棋参加大赛 之后阿光来到围棋学校下棋 他最终靠自己翻盘赢了阿古田 老师也感慨阿光进步神速 没多久阿光也赢过了三股 童井也觉得今年比赛有希望 结果剧情的准则点来了 阿光去书店买英语参考书 结果遇上海王主将暗本 暗本将阿光带到附近的围棋会所 他想要知道阿光的真正实力 没下多久他就得出结论 阿光的实力应该跟海王副将差不多 布局稳健且不急于求成 但暗本还是想不通 就阿光的实力而言 应该不会被小亮当成是劲敌 阿光说可能是小亮高估了自己 那次比赛后小亮的幻想就破灭了 不过暗本问破灭之后呢 难道阿光不想追上小亮吗 阿光说那确实是目标之一 自己总有一天会追上去的 面对这样的态度暗本有点不屑 他告诉阿光小亮在海王围棋设时 可是绝尽全力要与阿光对弈 现在小亮已经通过职业考试了 那是持续两个月的循环赛考试 明年四月份开始小亮就是职业棋手 阿光对于职业棋手没有什么概念 他一直以为那是长大后的事情 知道真相的他有点震惊 当他知道小亮在考试第一天 为了与左为对弈而敲掉考试之后 他再也坐不住了 小亮对围棋的执着与乐爱 以及为了追赶左依所做的一切 都深深的刺激到了阿光 终于阿光也决定要努力追赶小亮 流程大概是通过怨声考试成为怨声 然后再通过职业考试变成职业棋手 之后阿光准备来报名怨声考试 不过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 好在路过的续方帮了他一把 他是有点好奇阿光这个孩子 接着阿光需要填写怨声申请书 还要带上履历表和三份棋谱 以及相关的费用来参加考试 对了家长也要一起来 阿光这边连祈福是什么都不清楚 简单说就是自己的对异记录 接着三果又带了一个新成员过来 这样他们终于可以参加大赛 难得看到三果如此积极 可是当阿光说出 自己要参加怨声考试的时候 彭景和三果都有点呆住了 因为怨声不允许参加阅语比赛 阿光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如果是这样他就要退出一期设 即使不退出也参加不了大赛 三果很生气因为他是阿光叫来的 而现在阿光竟然要抛下他 这时佳赫从窗户跳了进来 他是在躲避追赶他的老师 佳赫在得知阿光要参加怨声考试时 很自然的鼓励阿光 他说阿光肯定是有了更大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就是追赶塔史亮 同景学长此时也觉得阿光应该去 不过三果依然无法接受 如果是这样那他也推出社团好了 接着佳赫让同景拿出所有棋盘 为了证明阿光的决心 佳赫让阿光同时一打三 就把他当作是在围棋设的最后一盘 佳赫一直在鼓励着阿光 接着对异开始 这是阿光第一次一打三 过程中佳赫还不忘给阿光打气 最先败下阵来的是同景学长 接着是三谷输了六目半 虽有不甘但三谷依然说出我输了 左为默默的感谢尽全力的三谷 最后佳赫这边赢了阿光 佳赫说阿光一打三能这样很不错了 然后在同景的指导下 阿光把这三盘棋写在棋谱上 终于到了运生考试的那天 阿光的妈妈其实也不大懂 感觉就是给儿子报个兴趣班 阿光在这里看到正在对异的怨声 还有刚落板哭泣的考生 他是今天最后一个考生 考试的时候老师是正做的 阿光明显不是很习惯 老师看了阿光的三分棋谱觉得 这样的水平怎么会来考试 接着考试开始妈妈暂时先离开 阿光眼神坚定开始落子 下了一段时间之后阿光开始焦虑 因为他根本就赢不了老师 左为甚至想替阿光来下 不过专注于棋盘的阿光没有听见 即使听见阿光也不会这样做 这时老师看出阿光在紧张 他说即使输了也不代表不录取 考试就是看看实力如何 阿光和左为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且也不是一定要正做的 阿光现在腿都麻了 之后考试结束 虽然实力上还是有差距 不过老师发现阿光才下了一年的棋 这让他想起有进步神速的苍田舞段 那也是一个极有天赋的棋手 但是从阿光的三分棋谱上看 又显得下法过于粗糙 好在当老师知道那是阿光 第一次一打三的时候 他终于说出考试通过下个月来上课 阿光和左为都十分的开心 老师还带他们来看中央对局势 阿光的妈妈看到还要更小的孩子 他认为那阿光通过也算是正常 接着阿光来看河谷他们讨论棋局 一角圣一郎也在其中 当大家谈论其他十亮的时候 阿光不小心说出 小亮把自己当作劲敌的事情 就是海王围棋设三辆比赛时的事 左为赶紧提醒他可是来不及了 大家都十分差异的看着阿光 随后妈妈就带着阿光走了 之后在阿光来上课的时候 果然大家都在讨论阿光 因为这下又多了一个强敌 怨声分一组和二组 阿光是二组最后一名 第一天的对手是二组第五名 阿光输给了内田 第二局阿光也输了 河谷和一角也参与一起讨论 他们两个还跟阿光一起吃午饭 他们是比较在意阿光和小亮的事 这时阿福过来给了一角一瓶黑咖啡 那是他不小心按错出来的 接着河谷说起以前有个怨声 也喜欢喝黑咖啡 他说那个怨声一点也不强 在这里一年之后就退出了 一角也说那个人确实下得一般 当河谷说出那个人叫暗本的时候 阿光再次受到冲击 海王主将的实力在这里不值一提 实力不及他的阿光又该如何是好 下了一段时间后阿光成绩是六年败 这就免不了被河谷吐槽一下 河谷是一组的第六名 一组还有一个人叫月智康介 虽然是小学六年级 但目前排在一组第三名 大家都在为今年的职业考试努力着 像一角今年已经18岁了 那是怨声的年龄上限 虽说30岁之前都可以参加考试 但那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看来前面的路还很长 另一边小亮在家参加围棋研究会 不过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 续方提醒他气势和斗志很重要 并约小亮周天一起去一个地方 那天阿光终于获得首次胜利 而小亮在棋院看到了阿光 小亮头也不回地离开 阿光却明白小亮是来看他的 他确信小亮在前面等着他 续方想用阿光来激励小亮 虽然小亮嘴上说不惜阿光的实力 但实际上却被再次激发出斗志 他不会让阿光这么容易轻易追上自己 之后河谷跟阿光解释新出段联赛 就是刚通过职业考试的新人棋手 和职业棋手的对局 何以理解为是新人发表会 上星期真才学长和三元老师对弈 怨声出来的真才被轻松打败 他们下楼的时候偶遇坐肩老师 他是现在王座头肩的保持者 也是小亮新出段联赛的对手 坐肩老师实力是不错的 就是有点小清高和小气样的感觉 很快到了对局那天 何谷给阿光说他们可以看到对局 怨声那边对弈结束就可以去记者室 接着何谷带阿光来看优弦之间 门一开左围立马感受到不同的氛围 不知道PN2.5有没有超标 优弦之间一般只有头衔暂时才未用 新出段联赛使用是威尔基利新人 打个比喻这里类似紫禁之巅 赛前记者合影的时候 坐肩不过是客气几句 让小亮不用在意自己的头衔 结果小亮说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坐肩就不准备手下留情 小亮执黑先手反天目五目半 时间两小时用尽后每一步一分钟 接着比赛正式开始 天眼回到记者室观看棋局 那个不讨喜的真材学长也在这里 怨声这边和骨和一脚完成对局后 就立马来到记者室观战 天眼和卢元给他俩重新摆棋 阿光这边的对局也结束了 何希遇上老师讨论棋局 他而左围又因此耽误了一点时间 回到小亮这边 他开始主动出击进攻 坐肩老师则摇起了扇子 这是他认真思考时的表现 坐肩没有选择和小亮硬碰硬 一旦硬碰下去输赢还真不好说 不过自己确实被小亮搞得很狼狈 目前是小亮在贴幕的情况下占据优势 但他不想就这样守住局面 因为这盘棋阿光一定会看到 所以他要让阿光看清楚自己的实力 小亮选择继续进攻其他地方 终于阿光也来到记者室 和骨和一脚帮他重新摆棋 此时坐肩终于开始发力 他直白攻向黑子薄弱之处 小亮这盘棋是下给阿光看的 他在告诉阿光有本事就追上来 接着天空飘起了雪花 幽玄之间的基站能再继续 没多久坐肩再次发力 他并没有被小亮牵着鼻子走 而是看清局势后抢占先机 小亮之前的优势都没有了 只有阿光坚信小亮会在最后获胜 然而小亮还是认输了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阿光已经明白 小亮就在前方等他追上来 一切仿佛上天安排一般 左卫和小亮无形中处使阿光成长 之后河谷邀请阿光参加 自己老师生下九段的围棋研究会 那天阿光偶然碰到旭芳 旭芳也邀请阿光去参加 卡使名人的围棋研究会 不过阿光拒绝了这个提议 比起和小亮一起讨论棋谱 他更希望能直接和小亮对局 旭芳说那就期待三个月后的优势赛 那是怨声和新职业起手的比赛 不过只有一组前16名才可以参加 以5月初公布的对局成绩排名为准 阿光现在是2组18名 接着阿光他们来到研究会 之前围棋学校的白川老师也在这里 他很惊讶阿光竟然是怨声 只学一年围棋的阿光进步这么大 阿光努力奋进的气势 也深得森夏老师的喜欢 不过一周过后阿光的战绩是连败 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休息时阿光还听到别人说准备放弃 旁边的人则安慰那个人说 他是因为连败才会这样想 所以只要赢一场就可以了 阿光似乎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现实依然没有改变 他不明白为什么每天跟 这么厉害的左围下棋还会这样 二月份的成绩一败土地 三月份又要从二组最后一名开始 还好左围已经明白其中关键 正是因为跟左围对异才会这样 因为阿光会害怕左围的杀招 以前实力差啥也看不出来 现在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自然就会让自己变得恐惧 同时也体现在平常的对局里面 简单的理解就是即使对手不强 阿光也会自然当作是高手而犹豫 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克服恐惧 当然左围是不会留情的 不过阿光也在慢慢恢复中 之后在三下围棋研究会上 白川老师主动提出要与阿光对异 他也想要感受下阿光的顽强斗志 阿光逐渐明白气势和斗志很重要 所谓苏狼无苏丁苏丁拍跨民 要将恐惧化为勇气勇往直前 小亮可不会一直站在原地等他 为了和小亮对异自己必须努力 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阿光升到了一组最后一位25名 大家也都欢迎阿光的到来 一组的对局时间为一小时 阿光惊险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对手是阿福 阿福下棋的速度很快 最终阿光一半目险胜 因为他们下得快 所以又来一局 这局当然不会记录成绩 阿光和阿福玩得很开心 阿福还说自己下得赢和谷 这下阿光又信心倍增 因为他第三局对手就是和谷 阿光现在和左翼对异都不怕了 隔天阿光听到和谷在谈论网上围棋 和谷说起了萨埃的事情 那是所有网络骑手都向往的对手 不过当和谷说他和萨埃交谈过后 阿光不小心说漏嘴和谷就是Zerda 接着对局时间到大家开始下棋 和谷明显怀疑阿光就是萨埃 阿光也无法专心对局 不过和谷更惨一点 因为他好像从阿光的棋局感觉到萨埃 然后注意力无法集中的和谷认输 阿光目前一组三连胜 不过和谷还在猜测 阿光应该是萨埃的学生吧 全剧最接近真相的还真是和谷 还好阿光立马编了一段假话 他说自己是在网85一间看到的 那个时尔对局已经下完并在聊天 自己也没有看清萨埃是谁 何谷最后说阿光进步很明显 说不定有一天会跟萨埃一样 接着第四局的对手看到阿光三连胜 因为害怕所以发挥不佳 不过阿光在四连胜过后就连败了 但他也总算升到了一组第16名 大家也都为他开心 之后小亮他入职业棋手的领域 彭景和佳赫也迎来了毕业 大家还内与他们告别 两个学长也在期待阿光的表现 阿光的怨声之路还在继续 他偶尔也会想回围棋社下棋 毕竟这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 围棋社目前只剩三个人 女生现在可以参加团体赛 男生就只有夏目一个人 三谷目前是已经退出 夏目正在努力劝他回来 然后阿光就也想进来下棋 结果小明说还是不要比较好 他担心三谷回来看了会不开心 这种心态其实也可以理解 毕竟在三谷心里是阿光抛弃他 不过阿光直接进来说下一盘就好 接着阿光就开始让子依打三 一般这种时候三谷肯定会回来的 他连门都没进就走了 小明追出去的时候 三谷说只是来拿化学笔记本 结果夏目说今天没有化学课 这下小明更加责怪阿光 只有小明他们准备同做一张海报 去年就是这样找到三谷的 这时小持人志过来报道 夏目这边赶紧去劝说三谷 只要三谷回来就能参加团体赛 接着三谷在上化学实验课的时候 发现围棋社还要给自己准备棋谱 其实三谷又何尝不想回来 那天他回到围棋社 不过他说只是陪大家下棋不想比赛 同一天金子也来到围棋社 就是以前阿光找的那个排球社外援 金子一来就要跟最厉害的人下 话说金子强势且自信的性格 跟傲娇的三谷还挺配的 金子的实力比夏目和小持都强 不过依然是比不过三谷 但是看他跟三谷斗嘴还挺有意思 结束后小明让金子告诉阿光 三谷已经回到围棋社可以放心 金子还约三谷明日再战 不来就当作三谷自己认输 就这样围棋社团活动又恢复正常 隔天又失赛终于开始 真柴学长也在其中 他实力不如一脚却幸运通过考试 那种趾高气昂的心态大家都不喜欢 接着踏实量来到现场 他果然是最受关注的那个 阿光又赢过第一局的村上二段 才有可能跟小亮对异 随后第九届又失战正式开始 院生本直黑先手落子 小亮与阿光背对而坐 续方九段也来看比赛 不过他的关注点竟然是阿光 记者天野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之后动画引路一段左翼的内心独白 其实左翼也很想和别人下棋 可惜没有身体的他无法做到 不过能看着阿光成长他也非常开心 接着阿光好像下了一步坏棋 结果就在左围担心的想要解释时 他和续方都发现了棋盘上的变化 阿光通过自己巧妙的诱导对手 将刚才那一步坏棋变成了好棋 村上这下也跟着认真起来 其他对局已经陆续结束 河谷和阿福士都输了 不过一脚赢了真柴 伴随着大家的质疑声 真柴开始反击数落一脚没通过考试 听不惯了河谷就一拳打过去 此时小亮这边也结束了对异 阿光和村上还没有结束 终于小亮主动站在阿光的背后看棋 虽然他错过了阿光最妙的那一步 但他依然从目前的局势感受到 阿光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 对异没多久就结束 阿光输了六目半 后面来的人只看到这个结果 还好河谷跟阿光说 小亮有专门来看阿光下棋 隔天小亮为了弄清真相来找续芳 续芳这个期间和桑元老师有头衔战 主要是争夺本音方头衔 小亮是想问昨天阿光了盘棋 收官的时候阿光频频失去先手 结果最后却只输六目半 以此推测之前应该是势均力敌 他很好奇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亮其实问过村上 不过村上却不爽他使亮不在意自己 随后村上在下一局对阵小亮惨败 续芳将阿光的那首妙棋告诉小亮 他让小亮不用着急 在两个月后就是职业考试 一年前小亮走的路阿光会再走一遍 另一边阿光他们在素食店吃饭 大家在讨论昨天的比赛 本田还说起了月智书奇的一个习惯 那就是会关在厕所敲门 不过阿光基本没有在听 从昨天的对局他明确知道自己变强 但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变得更强 接着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偶遇桑元老师 桑元感受到阿光身边凝力的气息 他当然是看不到左围的 不过好歹也是本音方头衔保持者 也许是冥冥之中感受到祖师爷了 河谷还跟阿光科普本音方头衔战 光是资格一选赛就要两年之久 优胜者才可以向头衔拥有者挑战 比赛是七局四胜至一局下两日 哎压运哦 目前续芳赢得第一局 没多久小亮已经升到二段 河谷还从网上得知 一个叫门鞋的也要参加职业考试 那是几年前就获得 学生名人学生本音方学生时节的人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看到了这个人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门鞋在报名之前想找人练手 恰好遇到了刚下课的阿光 左围这段时间都没有跟别人下棋 所以阿光就让左围来下 反正眼前这个人也不认识没差 左围也是放开手脚全力应对 此时本音方战已经来到第七局 也就是说前面打成三比三平 这天在结束之前 桑源突然下了一手 这样就变成续芳封棋 因为一局比赛是两天 所以头天最后一个下的人 必须把自己要下的位置写上封起来 这样就能防止有更多的思考时间 问题就在这里 前面六局都是桑源封棋 第七局则明显是桑源故意当续芳封 他之后还特意问续芳真的封对了吗 这是续芳第一次参加本音方战 也是他第一次封棋 仿佛一切都是桑源安排的 桑源通过聊天成功引起续芳的不安 他开始担心自己有没有写错 这算是一种心理战术 回到阿光这边门鞋认输 不过阿光也说他还是挺厉害的 之后门鞋问阿光下了多久的棋 阿光告诉他千年 这次对局后门鞋撕掉报考资料 他觉得自己还是小看了围棋 并决定苦休一年再来考试 隔天是本音方战最后一天 续芳的封棋并没有出错 不过他似乎一夜都没有睡好 最终三元还是保住了头衔 而职业围棋考试预赛也要开始了 一组的前八名可以不用参加预赛 虽然阿光这个月升到一组第七名 不过前八名是三个月的平均排名 河谷他们也替阿光加油 接着终于来到围棋职业考试预赛 不应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 看着阿光一路成长甚是欣慰 预赛共五天一天一局三胜出现 阿光这边已经调整好心态 然而参加考试的并不只是怨声 30岁之前都可以参加职业考试 面对这些成年人阿光有点懵 特别是一个叫春的大胡子 而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春 春的大嗓门让其他考生也不喜欢 阿光更是有点惧怕他 接着进行分组抽签 阿光第一局就对上春 结果阿光在下完第一步之后 春直接离开了半个小时 阿光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渐渐的阿光已经失去了平常心 接着午休时间到大家打挂暂停吃饭 春直接带阿光去吃草麦面 阿光不懂得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 春一开始离开半小时失去兜风 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冷静 对局时间两个小时可以自由利用 春还说阿光上往下了最后一步棋 这样自己就有一个中午的时间思考 这下阿光就更着急了 不过春其实就是比较出之大业 他本身对阿光没有什么恶意 那天阿光输了第一局 阿福他们都有点担心 奈奈还跟阿光说 上往谁下的最后一步都无所谓 毕竟每个人习惯不一样的 回家的时候妈妈拜托阿光明天看家 这才得知阿光要参加职业棋手考试 妈妈对于围棋界一点也不了解 只不过有点担心儿子到底在干嘛 预赛第二天阿光的心态还没调整好 他依然被大嗓门的春弄得很紧张 第二局也没有正常发挥 结果阿光目前两败没有退路 第三天的时候阿光已经做好觉悟 他为了不与春碰面 算准时间才点去考场的 第三局的对手是阿福 只要正常发挥就没问题 另一边妈妈来问爷爷围棋的事情 爷爷觉得就让阿光沉迷一阵子吧 妈妈是觉得阿光好像变了一个人 青春期嘛总会长大的 回到比赛场上因为遇到熟悉的对手 阿光逐渐找回自己的状态 他和阿福没有打挂直接把棋下完 终于阿光获得首次胜利 他在记录完比赛结果后 还给自己的手心盖了一个 象征着胜利的白星 此时荷谷和一角正在围棋会所下棋 这里都是大人他们主要是来锻炼的 在输给了荷谷和一角之后 他们给了一角一张地图 据说那个围棋会所有高手 接着到了预赛第四天 三胜和三败的人都走了 所以需要重新抽先决定对手 阿福阿光奈奈那天都赢了 终于来到预赛最后一天 不过有五个人 所以抽到轮空的人不战而胜 没错那个人就是阿光 索利提醒阿光不要得意太早 他其实应该多跟别人下棋才对 因为今天有三下研究会 所以阿光先跟索利下棋打发时间 傍晚河谷着急的来看结果 他其实比较担心阿光没过 在得知阿光是被春夏成这样之后 河谷决定要好好锻炼一下阿光 他要带阿光一起去围棋会所 在那边各式各样下棋的人都有 河谷这个朋友是真的给力 另外奈奈和阿福也通过预赛 目前距离正式比赛还要一个月 隔天河谷他们来到布川围棋会所 河谷一来就说要找最厉害的人下棋 不止如此河谷还提出药团底赛 主将一角副将河谷三将阿光 这时会所老板过来说 要是河谷他们赢了就不用入场费 老板娘补充输我就去洗棋子 第一局当然是河谷他们轻松全胜 然后河谷说刚才是准备活动 现在才开始正式对局 这次他们要让大叔们两子 大叔们在得知对手是怨声后很差异 只有出租车司机河谷先生来到这里 阿光他们这时刚好全胜来下第二局 然后河谷说刚才只是前哨战 现在开始让三子才是正式开始 一角觉得这样有点困难 不过河谷也是为了考试而锻炼斗志 河谷是觉得他们太小看大人了 他作为三将代替之前的大叔上 这下整个会所的人都在看他们下棋 河谷这时也发现这样做的好处 因为在浪子的情况下 一开始就会处于被动 所以阿光必须要思考 与平常不同的手法来争夺地盘 一方面可以锻炼逆境中的斗志 另一方面可以拓宽自己的歧路 最后是一角阿光赢河谷书 河谷先生还给他们买饮料 接着阿光他们约好下周再见 期间阿光继续来布川会所下棋 很多人都要跟阿光对异 老板也没有收阿光的入场费 他还规定齐力太弱的不能跟阿光下 之后河谷他们继续寻找新会所 这次他们打赌谁输就请吃饭 为了公平就猜拳决定谁是主将 毕竟主将遇到的对手会比较强 这次河谷主将伊藤副将阿光三将 大叔们一听到是怨声就很激动 大家纷纷真身要参加对异 仿佛自己年轻时都是主将一般 虽然大叔们来势汹汹 但阿光他们也毫无巨异 最后他们是三战全胜获得胜利 伊角就请大家去吃回转寿司 之后阿光就经常光顾不穿围棋会所 而小亮这边接到一份差事 有一个围棋爱好者的友谊赛 因为鹰爷老师来不了所以找小亮 目的是为跟议员和后援会的人下棋 毕竟他们是这次活动赞助商 主办方希望小亮不找痕迹的书棋 因为那个议员是很要面子的 刚好这时那个议员来了 见不到鹰爷小姐让议员很失望 他对小亮也是不屑意顾 那个议员还把喝完水的杯子 直接放到了棋盘上 不过他的秘书又拿起来擦干 这一切他使亮看在眼里 然后友谊赛正式开始 小亮这边是一打四陪他们下棋 议员和他的秘书还有两个后援会 可能因为之前别人故意输得多 那个议员有点自大 同一时间阿光也在下棋 不说老板看出阿光不大会募算 就是直接目测出两边的募数 为了锻炼阿光这个能力 老板让阿光尝试下出合棋 让子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合棋的 这等于每一步都要进行募数计算 而且下棋的速度还要跟平常一样 同时不能让对手感觉自己故意合棋 大家无形中都在帮助阿光成长 在一打一下成合棋之后 就要挑战一打二一打三这样 回到小亮这边他已经清楚对手实力 最差的肯定是一元 比较好的是秘书 因为不能赢过对手 但小亮也不想就这样认输 所以他选择另一种做法 这里的剧情是光合亮穿插交代的 所以我们也能猜到小亮要下合棋 而且是一打四全部合棋 因此他一直在计算四局的目数 同时没有人觉察出他的意图 秘书还以为小亮在认真对异 结果整地的时候发现竟然是合棋 然后小亮一边给他复盘一边继续下 接着其他三盘也都是合棋 就算这个一元再傻也会懂 之后主办方跟秘书抱歉 不过这个秘书是觉得这样也好 偶尔凑错一元的锐气也行 小亮也过来抱歉 秘书说以后可以处理得更好 那个一元这段时间是不想再下棋了 之后如原生气的来找小亮 他让小亮不要在这里浪费才能 最近小亮好像把自己逼得比较紧 原因我们都知道 因为阿光已经慢慢追上来了 感觉小亮在期待着什么 回到阿光这边一打三合棋过后 一打四没有全部下成合棋 其中一盘插了一幕 这一幕也许正是现在他而亮的差距 老板也感慨这是他第一次 亲眼目睹了一个人的成长 而身为观众的我们 也被阿光的这份成长所感动和鼓励 之后阿光跟何谷他们分享这件事情 今天他们要去一个新的围棋会所 就是之前别人给一角他们介绍的 阿光现在也很期待和高手对异 这个暑假阿光改变了很多 去围棋会所前阿光想去买饮料 他看到一个小孩碰掉东西提醒他 不过那个小孩并没有理会阿光 接着他们来到那间围棋会所 那里大部分都是韩国人 刚才碰到了那个小孩也来这里 一角也明白为什么别人会推荐这边 动画漫画出版的那个时期 韩国整体的围棋实力比日本强 刚才那个小孩叫洪秀英12岁 他主要听不懂日语才不理阿光 秀英是会所老板的侄子 从韩国那边过来散心的 秀英也是韩国的围棋院生 大家都是以职业棋手为目标 这种时候最好不要让阿光说话 因为他一定会问韩国很强吗 一句话直接引爆现场氛围 秀英听大翻译也十分生气 加上他俩语言沟通问题 在产生了一些误会之后 阿光向秀英发出挑战 此时画面一转到天野记者这边 剧情通过安排他们的办公室对话 体现出目前日本围棋表现不佳 那个年代是否李长浩是真的强 不过天野还是对新人抱以期望 回到阿光和秀英这边 两个人话敢话的不下一盘是不行了 秀英一开始要让子下指导棋 阿光直接把他帽子打翻 有种来分先 会所的客人也都过来观战 就这样对局开始 秀英直黑先手 阿光有条不紊的应对 韩国的围棋院生也叫研究生 一共十个组每组十人 每月后四名降组前四名升组 秀英一直处于升组状态 直到有一次突然被降组 秀英因此一蹶不振再次降组 今年的职业考试他还没有通过 父母才让他来日本放松一下 秀英这时也还在调整状态 他发现阿光其实下得不错 并说如果自己输 就会记住阿光的名字 在跟阿光的对局当中 秀英慢慢找回了正常状态 此时海王的引老师也过来观战 之前说过他以前在韩国娇然下棋 引老师也很诧异 阿光竟然是怨声 回到棋盘上 双方互相较劲步步紧逼 这时又出现了阿光下了一步坏棋 在场只有左围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确信阿光已经超越这里所有人 好几个来回之后 秀英终于发现 正是阿光为现在争夺左上角准备的 其他人也都陆续看出端倪 不知不觉间阿光逐渐取得优势 秀英虽然倍感压力 却还在努力奋战 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寸步不让 最后整地结果阿光赢了一幕半 这个棋局出自1995年2月3日 韩国第二期女流国手战 由李枪元对战以英善 白子以一幕半取胜 阿光的那部棋是第102手 秀英此时留下不甘心的泪水 自己认真起来竟然只是这个结果 这也同时再次激发出秀英的斗志 他立志要成为职业棋手 然后再回来与阿光对弈 他记住靳藤光这个名字 会所老板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秀英明天就要回韩国去了 他一定会变得更强的 接着尹老师过来打招呼 他对阿光说第一次看到阿光下棋时 觉得很惊讶 不过那是左威下的 第二次看到阿光和小亮对弈 却觉得非常的失望 第三次就是今天 他觉得阿光真的很厉害 左威也很开心有人表扬了阿光 然而这该死的伏笔来了 尹老师竟然说他现在相信 当初第一次看到的对局是阿光下的 之后再回家的时候阿光表示很开心 他还说总有一天也会让小亮脑子里 挂练的不再是左威而是自己 这时的阿光并没有多想后来的事情 接着终于到了正式比赛那天 地点在围棋研究中心 阿光这次不再害怕春了 比起来春比和和先生可爱多了 半岛也发现阿光的改变 正式比赛在每周二六日举行 是围棋两个月的循环赛 这次比赛的人数共28名 成绩最优的三名将是合格者 阿光此时严阵以待斗志高昂 抽签结束后对于流程就出来了 阿光第一局对上泛岛学长 比赛时间为三小时 对局开始没多久 不少人就有自己放松的办法 对于一年一次之后三人合格的考试 大家也是丝毫不敢怠慢 阿光第一局下得很稳 午休打过的时候 泛岛得知阿光的变化是因为 河谷他们带阿光去练习的结果 就有点生气的责怪他们多管闲事 不过河谷觉得在帮助阿光进步时 自己的棋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角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下午比赛继续 阿光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松心情 毕竟接下来还要27场比赛 就这样到了第六场 阿光获得六连胜 同时一角月志河谷也是六连胜 大家是没有想到阿光进步这么大 泛岛也说阿光确实变得厉害了 这些话被月志偶然听到 月志的祖父经常会请职业棋手 来到家里给月志讲围棋 起初是给祖父自己讲的 结果在旁边听得月志反而学会了 因此祖父不遗余力的帮助月志 下星期一趟还准备请小亮来讲棋 此时小亮在网上发现 阿光目前成绩竟然是六连胜 而且目前为止只有四个人这样 小亮迫切的想知道阿光的实力 晚上他接到下指导其乐电话 本来想推掉的 结果听到对方是怨声 而且现在还在参加职业考试 小亮立马就答应了 一切都是为了清楚阿光的实力 接着到了比赛第七场 阿光这次的对手是春 他早就克服了对春的紧张感 不过有一说一春之前不是用心理战 他的性格就是这么粗之大业 春也说阿光确实改变不少 这些话又偶然被月志听到 中午打挂休息的时候 大家在休息室讨论起来 全书个人对这一段挺有感触的 之前参加预赛春是跟公司请假 而到了正式比赛春只能离职了 还有一个人一直是自由职业者 今年是他第五次参加考试 也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光是交通费就要两万日元 有时候住旅馆有时候借助朋友家 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春说饭导要是考不上还可以去上学 但饭导却说精力耗费在这里 最后的成绩肯定是不好的 这时有人说也有那种 既学习成绩很好又通过职业考试的 这段很真实的体现人生百态 小时候看的时候没啥感觉 出社会后发现大家都不容易 到了下午的对局 阿光没啥学练的赢了春 到了地球场比赛 依角发现河谷首次输了一场 第十场比赛过后小亮来找月志 小亮其实感觉到光要追上来了 跟月志对异后 小亮发现与自己还是有差距 这样就不大好通过他推测阿光的实力 等月志从厕所出来之后开始复盘 虽然月志对其局有自己的见解 不过小亮的思路明显更好一些 月志和阿光对异是最后一场 小亮想通过这一个半月的时间 尽可能提高月志的水平 不过在小亮听到阿光今天输了之后 他就显得有点激动 小亮明显比较关心阿光为什么会输 月志这时明白小亮的用意 自己只是一把衡量的尺子罢了 他生气的将小亮赶走 月志很不理解为什么最近 身边的人都会提到阿光 到了比赛第十一场 全胜的只有一脚和月志 河谷和阿光保持着一败 其实阿光那一败是因为拉肚子 他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隔天是第十二场比赛 阿光的对手是一脚学长 月志觉得阿光一定会输 目前一脚学长全胜阿光保持一败 阿光在手上盖了白星增强信心 接着对局开始大家都吓得很认真 武修打挂时月志看到一脚的棋局 阿光这边吓得比较吃力 但问题在于一脚用掉更多时间 午饭的时候一脚也不怎么吃得下 河谷来外面透气的时候 看到阿光正在做操 左威是为了让阿光可以放松眼斩 阿雷河谷也在后面跟着一起做 回到休息室月志来找一脚 他觉得一脚是不是太过于谨慎 并且有点高估阿光的实力 顺便来说出小亮很关注阿光的情况 然后一脚想到阿光刚进来的时候 也说过小亮把自己当作劲敌 再加上一脚看过阿光和秀英的对异 一脚的内心产生了一点动摇 不过下午对局一开始他及时调整 之后陆续有人结束对局 下完期的月志去看一脚对异 此时一脚已经用完三个小时 所以他接下来的每一手只有一分钟 由于月志下一场对手是河谷 所以他就离开去河谷那边 而从左翼的眼神我们可以看出 阿光目前处于不利的情况 此时一脚从阿光身上 看到了秀英和小亮的影子 这一分心导致一脚下错一步 他在刚离子的情况下 又把那颗黑子放到旁边的位置 这已经算是毁棋犯规了 一脚此时心脏跳得非常快 阿光这边也是呆住了 他问左维一脚刚才是毁棋吗 左维也不敢肯定 阿光看到一脚学长什么都没说 他很想问个清楚 左维则更希望阿光能继续下完 因为还是有机会反败为胜 然而阿光并没有这样想 为其职业考试太过残酷 每年只有三个人可以通过 每一场胜利都十分关键 此时阿光的眼神失去光芒 但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 一脚这边直接认输并离开考场 他在休息室里十分懊悔 然而阿光的心理也不好受 月之很差异那盘竟然是阿光赢 获得胜利的阿光此时有种负罪感 到了第十三场比赛那天 轮到河谷和一脚对弈 河谷发现一脚不在状态 看来上一场比赛的影响还在 河谷内心在为一脚担心 最后一脚输给了河谷变成两败 而阿光这边的状态也不好 虽然他的对手是阿福 但阿光满脑子都是河一脚那盘棋 索利正是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眼下这盘棋阿光应该早就认输 可他却还在苦苦支撑 面对以往都能赢的阿福 阿光撑到整地结算输了九木半 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十分生气 河一脚那盘棋他明明没有放弃 最后却选择走了捷径 这里不是指他认为一脚认输不对 而是指他心里先放弃继续对弈 这样的做法太懦络了 这时索利要代替一脚继续那盘棋 并以此来解开阿光的心结 到了第十四场比赛 月智在休息室看到一脚 他觉得一脚是因为害怕阿光而失误 不过一脚并不想理他 河谷也不知道一脚为什么会输给阿光 月智跟河谷说他看过那盘棋 一脚肯定是失误才会输 今天轮到河谷和月智对弈 目前看来月智斗志满满 一脚这边依然没有走出阴霾 那天阿光终于开始获胜 月智这边也打败了河谷 河谷原本是下得不错 却在一个地方被抢占先机之后 局势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最后他输了两目半 一脚学长今天也输了 对手是阿福 晚上月智在家和祖父对弈 祖父说起小亮最近全胜的战绩 他觉得让小亮过来指导其实挺好的 不过月智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可以全胜通过考试 他现在连一脚学长都不放在眼里 隔天月智对战一脚学长 开始前月智显得有点得意 但一脚让他闭嘴 一脚学长终于调整好状态 论其力一脚是完全没问题的 他只是心态容易被影响 但只要冷静下来保持状态 即使月智也没办法轻易拿下 此时的月智反而越吓越慌 一脚终于明白自己不应该失去自信 因为他的围棋在支撑他 其他下完的怨声也陆续过来观战 最后月智认输并失落地离开 重新振作的一脚看了看河谷 同时也坦然地面对阿光 大家都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月智这时在厕所一边哭一边反省 这场比赛过后月智14胜1败 一脚和本田12胜3败 河谷和阿光13胜2败 阿福和奈奈8胜7败 阿光和月智的比赛是最后一天 阿光对月智说那时他会变得更强 到了第16场比赛 月智赢了饭倒学长松了一口气 他主要担心自己被上一场影响 月智在休息室碰到阿光 阿光成熟稳健的态度 让月智觉得他确实变了很多 到了第17场比赛阿光输给本田学长 月智很开心的来祝贺本田学长 结果本田一点都没有赢的感觉 他是这样描述那盘棋的 一开始感觉自己下得不错保住优势 但阿光慢慢一点一点反击 自己只能一直苦苦支撑 当他觉得快不行的时候就中局了 最后自己只赢了半幕 但却一点胜利的感觉都没有 仿佛自己好不容易躲过一劫一样 这些话对月智出动很大 那天阿光还做梦自己输了半幕 不过他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而月智终于让祖父叫小亮过来指导 月智还逞强说这是祖父安排的 不过小亮比他更强势 他已经定制了一套针对阿光的策略 他要月智中连排羞涩的棋谱 大概400多篇能摆多少是多少 然后小亮附了一盘棋给月智看 那是阿光和秀英的那一盘 小亮是通过引导师知道的 月智看完后惊呆了 特别是针对那一部妙棋 同时他还知道伊角当时也在场 这样就能解释为何伊角会那么谨慎 月智觉得如果这就是阿光目前实力 那么三周的时间太短了 但小亮正是为此而来的 接着考试继续进行 很多人已经到了淘汰边缘 到了第21场比赛的时候 奈奈竟然赢了本田 他自己也非常满意那一局 走之前他感慨正是因为自己 能下出那样的棋局才迟迟没有放弃 这句话十分触动人心 那天春输给河谷 片桶输给阿光 他们两个今年都没有希望 春今年已经是考试年龄上线 本来想碰碰运气结果还是不行 之前阿光说想坐他的摩托车 于是春就在阿光去地铁站 路上春大大夸奖了阿光 并把自己成为职业骑手的梦想 托付给了阿光 晚上小亮十分严厉的训斥月智 因为月智又犯了三天前的错误 月智依然不明白为何如此在意阿光 自己也曾下过几盘好棋 接着小亮给月智摆了一盘棋 那是他和阿光下的第二盘 也就是被左为逼的中盘认输的那盘 小亮十分有气势的说 自己就是在这一步认输的 月智再一次被震惊到 然后乖乖听话下棋 到了考试第二十二场阿光十九胜三败 河谷这边是二十胜两败 本田对上了一脚学长 那一盘本田获胜他而一脚成绩一样 本田觉得这样就有机会进入playoff 那就是有人并列第三名的时候 要举办决胜局来定输赢 在第二十五场比赛的时候 月智率先通过 他的成绩就算后面两场输也没事 小田老师也提前祝贺月智 不过月智却说打败阿光才是关键 看来小亮调教的不错 之后在休息室月智偶然跟河谷提起 自己将阿光视为劲敌 你这是在贩卖焦虑吗 晚上河谷在下网络围棋消遣 无意间竟然看到塞在网上下棋 不过很快就发现是个冒牌货 然后河谷想起以前他误以为 阿光是塞的弟子 不过河谷没有怎么被影响到 而阿光此时正在合作为对弈 他还记得河谷曾经对他说过 总有一天阿光也会像塞那样强 那句话十分激励阿光 佐伟在感慨阿光进步神速的同时 发现阿光有的下法跟自己很像 阿光说那是因为自己换位思考 想着如果是佐伟会下在哪里 佐伟回想起与阿光一起这段时光 虽然他觉得会一直跟着阿光到老 然后再附身于棋盘等待下次出现 但没能保证就一定会这样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阿光的考试 佐伟这边也没时间多想 到了第26场比赛阿光的对手是河谷 今天换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考场老师 他就是在儿童比赛批评阿光的那个 那时阿光一时口快说破别人的棋局 这个老师知道阿光目前的成绩后 好好地表扬了阿光一下 虽然当时是佐伟指出来的 不过他也说现在的阿光应该也可以 老师的一番话让阿光很受用 再加上当时尹老师也鼓励过阿光 这下他的信心大增 只不过佐伟内心闪过一丝不安 接着对局正式开始 河谷和阿光的发挥都算正常 比赛之前河谷在三下老师家吃饭 河谷跟他学期用年这是第四次考试 三下十分照顾和喜欢河谷 那天他问河谷要做弟子到什么时候 他坚信河谷一定会考上职业棋手 回到比赛场上阿光发起进攻 这个黑子要是能做活阿光会赢 反过来被河谷吃掉就没戏 于是双方逐渐展开攻势 河谷经过计算后确认黑子没有活路 然而左翼却看出来有 这是有且只有一条的艰难之路 问题就在于阿光是否能够找到 另一边本田竟然输了 这样的话他今年就没戏了 车站里本田强忍着泪水 公交车司机看到后也明白 他耐心地等着本田整理心情 也许这一站司机看过太多这样的人 最后本田还是想要自己走回去 司机跟他说还是吹吹风比较好 明年还有机会不要太难过 在车开走之后本田终于忍不住了 他一个人在车站放声大哭 那泪水包含着太多情绪 回到比赛场上阿光还在场考 这时他想起换位思考 如果左翼是自己而自己是河谷 目前这个情况黑子应该没有活路 但左翼一定能想到办法 果不其然阿光发现那条路 河谷觉得那边自己也考虑过不行 但在几个回合之后阿光提子作演 黑子就这样活下来了 河谷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局面 最终河谷认输阿光获胜 河谷还说阿光今天这局 吓得跟萨姨一样漂亮 现在阿光就只剩下月智了 晚上小亮还只到月智 不过他明显更关心的是阿光 之后月智祖父进来想要安排庆祝会 小亮是觉得等赢了阿光再说 月智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 晚上跟你下棋的是我 你却一直在想阿光 他跟小亮打赌如果自己赢了 小亮就要推荐他去塔史名人研究会 同时还要承认自己是小亮的劲敌 小亮这边暂时答应 终于来到比赛最后一天 范导和内内在讨论者目前的情况 老师觉得进行决胜局的概率很高 目前河谷和阿光三败一角四败 只要三败其中一个输就要进行决胜局 一角今天的对手不强肯定是赢 接着阿光在走廊遇到月智 月智炫耀自己晚上都在和小亮下棋 当阿光问到小亮有没有提到自己时 月智赌气说根本就没有 还说小亮很看好自己的实力 他说如果自己赢了阿光 那么小亮就会把自己当作劲敌 就是这句话说漏嘴了 阿光反过来理解如果自己赢了月智 那么小亮就会把自己当作劲敌 所以其实小亮是很在意自己的 他正通过月智在审视自己 接着考生路去到场 其实每个人对于未来都不大确定 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把握现在 然后最后一场比赛终于开始 只要赢下这一局 阿光就能更接近小亮一步 不过月智的实力不容小觑 就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 阿光有一手棋大意了 月智立马抓住这个破绽 现在的局势倒向月智这边 此时阿光下了手看似有点着急的棋 在经过小亮的训练之后 月智觉得这一手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他开始在脑中疯狂计算后面局势 终于算明白了阿光的意图 并在关键位置布局黑子 月智不会让秀英的情况重现 他要预判得比阿光更近一步 面对眼前小亮设下的障碍 阿光倍感压力却没有放弃 月智这时有出现一个细微破绽 阿光抓住这个破绽出击 等到月智发现的时候 阿光已经盘活右下角的棋子 这下结果又变得难以断定 话说之前小亮追随的是左翼的影子 而阿光在左翼的帮助下逐渐成长 最终站在小亮面前的指挥是阿光 此时小亮刚下完指导棋 他现在无心接受天野记者采访 不过在天野说要去问比赛结果时 小亮比他更想要知道 回到比赛场上目前只剩两局 四败的一脚在等待结果 他在走廊的时候听到声音 转头一看三败的河谷获得胜利 河谷这次赢了宿敌阿福 一脚目前仅存一丝希望 接着又传来一些声音 一脚在看是否会有人过来告知他 从片头的表情他明白阿光赢了 那天一脚淋着大雨走回去 脸上的泪水和雨水互相交织着 晚上月智在家很不开心 小亮过来找他 目的是为了让月智复盘一下 不过月智不想让小亮看到自己书棋 其实月智就是有点小孩子脾气 本身也比较要强罢了 那场比赛他输给阿光一幕半 而小亮这边则很期待 阿光接下来的表现 之后阿光的妈妈去问玉子老师 他们两个都不大懂职业围棋的事情 妈妈会比较担心阿光之后的路 他还准备去找河谷爸妈问下情况 妈妈是没有告诉阿光这些 不过他也是真的为阿光着想 学校里阿光和三谷偶遇 三谷也祝贺阿光通过考试 接着阿光走到围棋社外面蹲着 小明在想是不是要给阿光买礼物 然后金子过来训练 因为上次团体赛第一轮被淘汰 所以金子要在冬季赛努力到第二轮 三谷也被金子要求参加比赛 总之现在围棋社的氛围不错 阿光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打老 既然选择了职业棋手这条路 那就努力追上小亮吧 那天河谷跟阿光说起一脚的情况 他已经退出了院生 也没有再去九星会围棋会场下棋 小田老师也说一脚需要静一静 他还说一脚明年还会来考试的 接着河谷要教阿光怎么记录棋局 这是他叫阿光出来的主要目的 他们要记录围棋职业比赛 第三轮淘汰赛以后的对局 这次试连每一步的时间也要记录 河谷主要是为了提前告诉阿光 新职业棋手要做的事情 因为很明显阿光好像都不大懂 不过阿光更关心之后的对异情况 左威也比较在意能否遇上踏实情阳 河谷跟阿光说要遇到顶级职业棋手 至少也需要五年的时间 虽说一直连胜可以更快晋级 但是大部分四段以下的人 只能坚持到淘汰赛第二轮 补充一下专业围棋段位分为一到九段 一般来说数字越高棋地就越高 接着阿光说现在已经来到职业棋手领域 我早晚能和塔使行阳他们对异 左威注意到这里用的是我而不是我们 他看着河谷和阿光愉快的聊天 慢慢觉得自己好像渐行渐远 另一边第六次成功未免名人头衔的塔使行阳 正向坐肩发起王座头衔挑战 晚上阿光和左威下棋练习 他是明年三月才会成为职业棋手 此时左威心情还是有点低落 虽然他很想跟职业棋手下棋 但目前来看基本是不可能 因为大家等的人是阿光 之后阿光来到布川围棋会所 大家都为阿光通过考试而感到开心 他们也希望阿光以后能够拿头衔 此时塔使行阳王座战已经连胜两局 王座头衔战是五局三胜制 不过阿光对这些都不大懂 所以布川老板给阿光一些旧报纸 主要让他学习一些围棋戒长时 晚上阿光和左威开始看报纸 因为上面有王座头衔战棋谱 所以左威看得格外认真 他还着急的催阿光帮他翻页 报纸不小心被盖住的时候 左威还会有点小生气 他是真的很在意塔使行阳 而阿光正处于开心通过考试阶段 稍微没有在意左威的情况也能理解 左威是没有办法触碰实体报纸的 接着新年刚过 天野记者来塔使家采访 塔使行阳赢了王座头衔 小亮的连胜在第26局对议结束了 采访结束前 塔使行阳叫住天野 连续两年不参加新出段联赛的他 今年希望能指定对手参加 而那个对手竟然是阿光 阿光此时在和左威对议 最近左威的眼神有点严肃 他记住所有报纸上塔使行阳的棋谱 接着阿光家里的电话响了 当他知道新出段联赛的对手 竟然是塔使行阳后十分震惊 就在阿光非常兴奋的时候 左威跟阿光说这局给他挨下 这里他们两个有点小争执 首先新出段联赛是直黑反天幕 在原本就有力的情况下 左威不会输 阿光也不希望一直变成傀儡 毕竟那场比赛是为采访上报纸的 而左威是有种预感自己时日无多 阿光是觉得左威以后还能够附身 所以不用太在意张的情况 阿光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有点生气 接着到了新出段联赛那天 桑源老师和旭芳来到记者室 貌似因为上一次头衔战最后一场 旭芳还是有点不喜欢桑源 他们两个都是主要来看阿光的 桑源是因为擦身而过的直觉 旭芳本来就对阿光有点好奇 接着河谷和月智也来了 他们看到旭芳和桑源都惊呆了 接着小亮也过来看比赛 桑源一下就看出小亮也在意阿光 月智一脸懵的问河谷阿光什么来头 河谷只能回答是同学静敌河朋友 接着塔史显阳和阿光进场 来到悠璇之间的时候 左威率先坐到塔史显阳对面 我知道这是很多人希望的场面 不过这场对局确实是属于阿光的 而在记者室里桑源要跟旭芳打赌 他赌阿光可以赢过塔史显阳 这份自信让河谷和月智有点吓到 回到悠璇之间显阳叫了下阿光 左威无奈起身并跟阿光抱歉 他明白这确实不是他的对局 虽然对阿光而言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但阿光还是想到一个办法 如果左威能够按照浪十五幕的情况下 那就不能够用正常的下法 也因此不会被别人看出来 左威立马就接受了这样的提议 为了和塔史显阳下棋 左威也是拼了 就这样阿光把这次的机会让给左威 比赛开始20分钟左威还没下 毕竟要赢对手十五幕的话 只能奋力拼搏全力一战 接着阿光终于开始落子 天野记者拍完照片来到记者室观战 当他说起塔史显阳指明阿光对异时 感觉河谷和月智有点崩溃 此时左威开局不久就发起进攻 如果不早一点进攻的话 要赢十五幕基本是不大可能的 左威的策略是要让齐菊陷入混战 他要故意制造破绽引别人攻击 然后在最后收官的时候一决胜负 但是塔史显阳并没有那样做 他反而下得非常谨慎 因此左威只能步步紧逼 这样的下法在别人看来 更像是乱打一气 记者室的人也都觉得很奇怪 不过塔史显阳依然没有上钩 他已经感觉到那边看似烈士的黑子 如果继续往下考虑似乎又暗藏玄机 他无形中感受到一种压迫感 没多久由脚上引发的战局 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棋盘 左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全面混战 然而塔史显阳并没有如他所愿 黑子基本上是全军覆没 阿光这边也是认输了 此时天野记者代表大部分人的观点 阿光年轻有挑战精神但是过于莽撞 然而桑源跟续芳说 如果还有下一次他还是赌阿光会赢 接着小亮在其他人走后询问桑源 桑源说只好把这盘棋想象成 阿光背负巨大的目数差距就能解释 另一边塔史显阳也看出其中蹊跷 他对阿光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下 不过下次对异希望可以分先来下 他通过阿光真正看到了 隐藏在其配后身经百战的左维 而小亮这时跟桑源说出 自己与阿光之间的事情 桑源也是一语道破 原来把阿光带入奇谈的人是小亮 桑源在记住塔史亮名字后就走了 然后小亮从记者那边听到一个事情 那就是父亲竟然说要和阿光分先下 晚上阿光和左维在家都有点失落 这里要为阿光说一句他很在乎左维 这么一场重要的比赛让左维下 其实是需要比较大的决心 而左维这边也是最近有所预感 自己好像真的时日无多 之后他们还谈起了虎四昂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下 虎四昂早是跟左维附身没有关系 其实左维的内心也非常矛盾 一方面他对阿光的成长很自豪 另一方面他也想跟塔史形样对异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对手 本以为可以从对局领悟神之一手 但在自己无法正常下的棋局中 是很难得到这一步的 之后左维回忆起了之前的一切 左维当初的执念是想领悟神之一手 现在看来好像自己下棋的机会不多 神明让他千年后遇到阿光的用意 也只能靠左维自己去领悟 第二天左维兴致勃勃地叫醒阿光 他想了一整夜后得出的结论是 现在只有多跟阿光下棋领悟提升 两个人这下又愉快相处 之后的一天阿光带左维来到 业余围棋祭点现场 目的是为了让左维开心一下 阿光未美让左维卢愿下棋感到抱歉 左维也明白自己打乱阿光那次对异 他们两个都是彼此想着对方 此时在祭点现场还有一件事情 职业期段的玉器曾先生 正在教一个商家怎么抬高价格 那个商家也是因为玉器采用入场 他把不好的棋盘当做好的棋盘卖 其中差别就在于木头材质不一样 好的棋盘是用斐木做的 而有些人则会用别的代替 阿光一下子就说破了这点 这时玉器过来问情况 左维让阿光下一个子试一下 果不其然诺子声音不够清脆 这时工作人员过来询问 玉器让阿光不要再多嘴 不然就追究他还坏棋盘的责任 阿光这下也是有点无奈 这时又有一个客人看上了棋盘 他看上有本音方秀策签名的那个 这一看就是假的 真的棋盘会附赠一个持有灵 阿光再次心直口快的说出来 这下生意又没得做了 此时工作人员过来请玉器下指导棋 其实那个工作人员也怀疑商家 到去年为止这个摊位是另一个商家 老商家为人很好还会科普一些知识 今年这个商家是玉器老师推荐的 因为会场今年邀请玉器来捧场 而那个新商家又是玉器推荐的 所以不好拒绝 左维这下也是十分生气 玉器此时正在和之前没有买棋盘的人下指导棋 但他这个明显就不是指导棋 而是为了专门打击新手取乐而下 就在对手要认输的时候 左维借由阿光之口说出还有机会 于是就变成阿光代替那个人来下 如果阿光赢了就把假羞涩棋盘撤下 这下左维又可以下棋了 另一边职业六段苍田后也在现场 就是在运生考试时 小田老师提过的那个进步神速的人 苍田确实是一个天才 少看点赛马就可以了 这时刚才那个跟玉器下支到棋的人 跑过来这里诉苦 原来最近玉器做股票输了火气大 然后就有人跑来告诉那个人 玉器被阿光给翻盘了 苍田也好奇的过去看情况 不过玉器很快破坏棋局后走人 接着苍田对阿光表示很好奇 在知道事情的缘由之后 苍田过去揭穿了商家的骗局 那个商家也乖乖的认错 这下事情终于得到解决 话说阿光并不认识苍田 苍田要给阿光签名扇子的时候被拒 阿光还顺便签上自己的名字还给他 他们这一次相遇还蛮有趣的 最后那把联名款扇子给了工作人员 苍田在记住阿光的名字后就走了 而阿光和左卫也很开心的回家 时间很快来到三月份 阿光正在森夏老师维棋研究会上 被大家科普什么叫做大手盒 意思就是声段的比赛 这个制度在2003年被日本祈愿废止 只有的声段则依靠 头衔声段 圣局声段和奖金声段等办法 接着来到新初段证书颁发仪式那天 阿光一身西装出门 妈妈到现在还是不大理解围棋界 不过那天的重点并不是他们 因为今天还要颁发其他奖项 比如最佳骑士是塔使名人 还有优秀骑士奖 女流骑士奖等等 小光获得胜率最高和连胜最多奖项 今天阿光他们类似跑龙套 不过左衣鼓励着阿光 正是这样一局一局下来才有今天 这时小亮出现在阿光的面前 本以为两个人终于可以好好打招呼 结果小亮直接无视阿光擦身而过 这直接激发出了阿光的斗志 不过小亮并不是故意无视阿光 接着颁奖仪式开始 河谷他们也接受了相关事项说明 当阿光发现自己的首场比赛对手 竟然是塔使亮的时候 在左衣的解释下阿光才明白 原来刚刚小亮是为了体现对局决心 另一边在五局三胜的十段头衔战里 旭芳以三目半胜出拿下第二局 目前他而塔使秦阳是一比一平 之后终于到了阿光对弈那天 森夏老师门下的河谷很早就来了 他是还给阿光介绍情况的 河谷今天的对手是鹰野小姐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 就是之前小亮踢班一打四的那个 接着其他人陆续进场 阿光终于等到了自己最期待的一局 这一刻轮到阿光的手抖到不行 跟当时海王围棋设的小亮一样 这下阿光终于理解小亮当时的心情 现在阿光追赶小亮的决心 绝对不出当年小亮追赶左翼的执着 然而当其他骑者都来到现场时 唯独阿光的眼前没有对手 接着阿光突然被告知 塔使秦阳突然晕倒并被送往医院 因此小亮今天也无法跟阿光下棋 之后阿光电话问清楚了情况 并在左翼的催促下来探望塔使秦阳 左翼也是十分担心 塔使秦阳是因为心肌梗塞而晕倒 此时病房中已有三名探望者 他们是广赖续芳和士和 时段战第三场比赛塔使秦阳缺席 因故而叛续芳获胜 不过剩下了两局他还是要参加 此时阿光竟然探病 在知道塔使秦阳没有什么大爱之后 左翼这下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续芳最近还教塔使秦阳网上对弈 以此来打发这几天的住院时间 阿光看到后想到一个办法 接着续芳他们先行告退 世和说看来阿光确实在下网络围棋 很久以前广赖先生在网吧看过他 然后广赖来到会场告诉小亮 结果小亮冲过去时阿光在看漫画 结合时间点上的情况 续芳开始推测难道小亮是觉得 阿光和萨尔是有关联的 回到病房这边塔使秦阳和阿光聊天 他说自己应该只会在住院期间 才会在网上下棋 虽然机会只有一次但阿光勇敢提出 他希望塔使老师可以和萨尔下棋 萨尔是他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和老师下 而塔使秦阳也听闻过萨尔的名字 阿光努力拜托老师答应网络对弈 不过塔使秦阳却无法接受 连真名都不知道的对手 萨尔交过来随时都可以下 但是在网上就不行 索尔这时也很想表达 他就在这里有棋盘就能下 看到索尔的坚持 阿光继续说服塔使老师 因为一些原因萨尔只能在网上下棋 最后塔使秦阳被阿光给说通了 不过他说就当做市场消遣对弈 这里主要是指他要在十段战之间下 毕竟对于他还说十段战是目前重点 结果索尔很伤心这种态度 阿光这边请求塔使秦阳认真对弈 他不小心说漏嘴说 不希望到时候因为不认真而输棋 其实我们都知道塔使秦阳肯定会认真下 为了表达决心他还说 如果自己输给萨尔就隐退 对局在一个礼拜之后 上午十点开始对局时间三小时 佐伊这下终于如愿接受挑战 其实在世界各地 还有很多棋手在讨论萨尔的事情 之后来到十段赛第四局 塔使秦阳恢复得不错拿下这局 目前比分是2比2平 塔使秦阳比赛后还要回去医院 这个期间他一直在熟悉网络围棋 并让一生在明天帮他解决所有访客 一切都是为了和塞认真对局 夫人这边还是有点担心 而塔使秦阳在网上下棋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毕竟用真名做网名的人不多 另一边阿光和佐伊在根据报纸复盘 塔使秦阳时段占第四局 佐伊告诉阿光陆局者和旁观者不同 旁观虽然冷静 但却看不到棋局深奥 唯有陆局者更能接近深奥之处 这时小明来找阿光下职到棋 阿光差点就把人赶走 还好佐伊说自己来下才留住 佐伊也是借这个机会缓解一下 毕竟来到县市两年多 从第一次遇见塔使秦阳开始 就知道他们是同道中人 而明天他终于可以和塔使秦阳对弈 那天小亮去参加青年骑士学习会 他在得知父亲今天为了在网上下棋 而谢绝所有访客后有点差异 阿光这时又来到那个网吧 不过三国的姐姐不在 所以这一次需要交钱 在所有设定都点击好了之后 塔使秦阳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佐伊这边抖下自己的衣袖全神贯注 这是多少观众都梦寐以求的画面 不少对异过的网络骑手都慕名观战 回到棋局上塔使秦阳认可赛艾的实力 但他确实想不起来是哪位职业骑手 塔使秦阳不会撤回输就引退的约定 但如果他赢了的话 就一定会问出赛艾的真实身份 接着佐伊首先发起进攻 塔使秦阳也预判到佐伊的目的 长考之后他先顺着佐伊的目的下 并在关键一步予以反击 这样本来不利的形式已经逆转 一开始佐伊好像一直处于优势 而现在佐伊开始下的那一手 正在慢慢失去他的作用 这便是塔使秦阳的围棋 另一边小亮所在的围棋学习会 也无意间正在看这场牵连的对局 小亮看到塞的名字后彻底震惊 这时续芳正准备去探望塔使秦阳 却发现老师正在网络对异谢绝访客 从提前一天就告知护士的情况判断 这场对局是早有约定 他急忙回家观战 咱们就先不管续芳和小亮 在对局期间对于塞的身份猜测 反正怎么推理都跟阿光有关 回到棋局上目前局势是 塔使秦阳的黑子占优势 而且也正处于收官阶段 但是面对塞他是一步都不敢大意 通过棋局传来的气势他觉察到 这股压迫感跟新出段联赛时一样 接着佐伊下了绝妙的一手 这颗白子吃不下 同时还破坏黑子的阵地 能在此时想到这一手的人微乎其微 对于继续塔使秦阳每一手都不坏 但形势却在不知不觉间势均力敌 不对应该是有细微差距 塔使秦阳此时已经看到终局 自己将会以半目之差输掉比赛 而对手强融萨也是绝对不会失误 因此塔使秦阳选择认输 这盘棋出自1997年5月1日 第22期名人战 由伊田季季对战林海峰 旁观者们不相信塔使秦阳竟然会输 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看出终局 续芳此刻是觉得难道真的没有办法 小亮则是认为他看到了以前的阿光 而左维终于如愿以偿 完成了这盘跨越千年的棋局 他很感谢塔使秦阳认真应对 而此时既是入局者 也是旁观者的阿光有了新发现 其实黑子只差一步就可以反败为胜 难而只有阿光在比赛后才发现这手 左维这下终于明白 神明是为了让阿光看到自己这盘棋 才延续了他千年的时光 晚上回家阿光正在庆幸 今天是站在对局最核心的地方观战 然后他突然想起塔使秦阳说过 输尔就要隐退的话 于是第二天赶紧去医院找他 这时的左维已经有点惆怅了 不过阿光并没有发现 来到病房塔使老师怀疑阿光是萨尔 因为感受到跟优璇之间一样的气势 不过他并没有在深究 塔使秦阳一改之前的态度 他现在很想和萨尔再次对局 不知道名字也行 再往上下也行 这很明显就是七分对手之一难求 阿光也觉得偶尔可以再往上下 但左维很清楚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 曾被暂停的时间杀落又开始流动 而塔使秦阳这边是真的打算隐退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要放弃围棋 没有了一些约束之后 塔使秦阳可以更好的追求围棋 只要身体还在他就会一直下 昨天的队异让他大开眼界 塔使秦阳被萨尔激发出了新的斗志 此时续芳来探望塔使老师 正好听到阿光提到萨尔 他此时正在劝塔使老师不要隐退 续芳听到萨尔之后就跑去逼问阿光 因为他也很想跟萨尔对局 不过阿光说自己不认识萨尔 之后小亮也来医院探病 阿光则赶紧趁机离开 续芳跟小亮说萨尔和阿光有关系 不过塔使秦阳如约没有透露什么 另一边不知情的阿光跟左渔说 以后还可以让萨尔跟塔使秦阳下棋 不过对于左渔而言 已经没有多少以后了 第二天参加三下研究会的时候 阿光跟大家讨论昨天那盘棋 左渔从光身上看到了自己没有的未来 之后阿光从报纸上看到 塔使秦阳竟然输了十段战第五局 续芳获得十段头衔 阿光这边很担心塔使老师是因为 跟萨尔对异后状态不佳才输 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会很过意不去 左渔说不看到棋谱不好判断 另外阿光是有注意到 左渔最近似乎话变得很少 不过左渔并没有多说什么 放学后阿光要去棋院看十段战棋谱 中途肚子饿所以先去吃拉面 在这里他碰到了苍田 恰好昨天苍田看到了那个棋谱 苍田说那盘棋塔使老师下得很好 有趣的下法层出不穷 整盘棋都变得很有朝气 虽然最后输了却让人钦佩 到了他这个年纪 还能改变下法不断探索 阿光这下也终于放心了一些 接着苍田还顺便提起小亮 他在上月名人战预选第二轮打败小亮 不过本应方战预选小亮进到第三轮 小亮此时还只是职业二段 苍田给了小亮很高的评价 之后为了清楚自己与小亮的差距 阿光以要苍田签名为由 希望苍田可以跟他下一盘棋 感觉苍田很吃这一套 他们究竟找了一个围棋会所 里面也有不少苍田的粉丝 正要下棋时他们发现两边都是白子 于是苍田提议直接下一色棋 就是把其中一盒白子当作黑子来下 阿光是第一次下一色棋 这十分考验棋手的专注力和记忆力 下了疑惑之后苍田发现阿光不简单 围棺的人已经记不清局势 实际上目前竟然是阿光占优势 不过此时阿光出现一个失误 因为看错导致自己失误很大 苍田这下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他转念一想自己竟然松了一口气 眼前只是一个刚路段 而且还是第一次下一色棋的阿光 苍田发现从后面追上来的人 除了小亮之外又多了一个阿光 就在他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自己已经忘记场上的情况 苍田小心翼翼的下了一手 多亏刚才阿光的那个失误比较大 阿光这边很快便认输了 只好苍田只签了一个字给阿光 并说公开赛赢了的话再签后面 也就是说他现在认可了阿光的实力 就在此时电视突然传来 塔使行阳宣布隐退的新闻 这一消息震惊日本围棋界 一瞬间众说纷纭猜测不断 不过小亮和妈妈导师很支持 而且还有不少骑手来找老师下棋 现在的塔使行阳没有什么压力 反而能好好地追求自己的围棋 那天苍田来到塔使家下棋 小亮后面说会努力赶上苍田 结果苍田告诉他 如果你只是往前看 那很快就会被后面的阿光追上 之后阿光迎来了职业骑手第一局 在经历过那盘跨越千年的棋局之后 阿光似乎变得更加自信 他的对手被压制得死死的 佐威也发现阿光又成长许多 另一边小亮也结束了今天的对局 他的对手对他的评价是 自己这一辈子都赢不了小亮 自从撒尔和父亲对异事件后 小亮现在脑子一直想着阿光的事 此时阿光正在和佐威下棋 他很得意今天自己下得不错 回过神爱的佐威却说 阿光刚才的那一部分大意 他对阿光说阿光是赢不了他的 其实佐威想说的是他想一直下棋 因为阿光现在还赢不了他 所以佐威渴望能给他永恒的时间 但阿光并不清楚这些 他回嘴说如果没有自己佐威怎么下棋 这句话触碰了佐威的内心 阿光也知道自己说的不对 两个人这下又闹情绪了 第二天妈妈说爷爷家昨天进小偷 仓库里的东西被偷了 在佐威的催促下阿光来到爷爷那边 他们主要是来看那个棋盘的 结果却发现棋盘上的血迹变浅了 佐威这下明白一切已成定局 阿光这边并没有什么发现 接着爷爷让阿光跟自己下棋 佐威此时让阿光快回家跟自己下 不过阿光觉得跟爷爷下棋的时间少 所以还是先陪爷爷下棋才对 他觉得佐威的时间是永恒的 这时佐威终于说出 自己很快就要消失了 但阿光觉得佐威已经存在一千年 哪有那么容易消失 隔天阿光去参加一个棋院的活动 他是来这边下指导棋的 卢元和旭芳也来了 那天晚上阿光直导到很晚 喝醉了旭芳过来找他 旭芳也是比较开心获得十段头衔 借着酒禁旭芳希望 阿光让塞跟自己下棋 佐威这时眼神黯淡的说 他醉成这个样子可以跟他下 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就当做对旭芳执着的一种回应吧 然后阿光就提出要与旭芳对弈 不过佐威也没有因此而开心 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要消失 佐威内心有两股思绪交织不断 一股是嫉妒阿光所拥有的未来 与其说是嫉妒不如翻译成羡慕 而另一股思绪则更加强烈 那就是他不希望与阿光分开 当初是虎次郎早逝离开佐威 离开前他跟佐威说二声 对不起 这次轮到佐威跟阿光说 对不起 然后他们来到旭芳的房间下棋 旭芳跟阿光说起跟桑芸打赌的事情 他说那时候他也想赌阿光赢 旭芳还说自己虽然获得十段头衔 但要得到外界承认的话 还要看下一次的未免战 接着旭芳和佐威开始对弈 那局毫无疑问是旭芳输了 我想如果旭芳知道真相 一定会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喝醉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阿光就赶紧坐车回家 佐威手上已经泛起荧光 到家后佐威马上要跟阿光下棋 阿光带着赶路的倦意和他下一盘 窗外的驴鱼飘代表这天是5月5日 佐威在想如果说虎次行成全了自己 那么自己现在就是成全了阿光 而阿光或许以后也会成全别人 无论时间过了多久 都会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在追求神之一手境界漫长旅程中 佐威的任务到此结束了 然后佐威就离开了 阿光没有听到佐威的呼唤 回过神的他眼前空空如也 那一天是5月5日 阿光你该长大了 接着阿光以为佐威是生气躲起来 然后他就去棋院里找 佐威也没有在优选之间 阿光似乎已经意识到什么 然后他跑到爷爷的仓库这边 棋盘上那个只有阿光看得见的血迹不见了 结合之前的种种情况 阿光终于察觉到难道佐威消失了 之后他问爷爷 林会因为什么而消失 爷爷说完成心愿的话就会往生 于是阿光再次回家寻找 因为他认为佐威还没有达到神之一手 然而棋盘的对面依然没有人 接着阿光就开始想 佐威会不会去了虎四郎的家乡 他一定要去找佐威问个清楚 第二天阿光在路上遇到和和先生 他决定跟阿光一起去广岛仙音导室 那是本音方秀策的故乡 他们首先来到本音方秀策纪念馆 阿光在外面没有看到佐威 纪念馆里还拜着秀策的棋盘 阿光在秀策的墓前有点不知所措 看来现在只能继续找了 接着和和先生觉得阿光喜欢秀策 于是他安排去竹园的宝园寺 据说秀策曾经在这里下过棋 那个棋盘还可以亲手触碰 不过佐威也不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跑了两个地方 结果可想而知 和和趁着午饭时间去棋馆下棋 阿光此时还在敲城中 不过他觉得说不定佐威已经回家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一定会带佐威再来这里一次 接着阿光来找和和先生回去 结果和和先生跟对手周平有一点争执 主要还是各自支持的棒球球队不同 此时周平看到了阿光 他在报纸上看过阿光的新出段联赛 周平是国际围棋阅鱼大赛日本代表 简单理解就是阅鱼选手第一名 和和看不惯周平的态度 他拉着阿光跟周平下棋 然而在对异中途他从老板口中得知 原来在东京也有袖色的幕 阿光越想越觉得左应该在那里 所以他的棋也越下越快 周平刚一落子阿光直接跟上 其实阿光是利用周平思考的时间 疯狂计算后面几步的局势 而且他的棋力本身就比周平强 这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压得周平已经喘不过气来 在场的观众也是木顿口呆 最终阿光获得胜利 他习惯性的回头问左维 然而左维早已不在 之后周平开车送他们去车站 他觉得阿光以后前途无量 阿光的下一个地点是本妙寺 那里有袖策在东京的幕 阿光在一堆墓碑前 无助的呼唤着左维 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 回到自己的房间 阿光想起何而说过 围棋的事情还是应该去祺院 于是阿光又来祺院找了一次 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左维会消失 接着阿光遇到一个工作人员 当阿光问起 祺院哪里能看到灵石 工作人员带他来到 古代祺普收藏室 接着他帮阿光找出秀赞的祺普 阿光开始仔细认真阅读 这一刻他才理解左维有多强大 他甚至觉得应该早点让左维下 那一瞬间他明白虎次郎就是这样做 左维与虎次郎相遇的时候 虎次郎是能看懂左维的实力 自己一开始什么都不懂 所以只会抢着要自己下 即使后来知道左维有多厉害的时候 却还把左维放在一边 阿光无比痛恨自己是个大白痴 打从一开始就应该让左维来下 他祈求神明浪时空回转 他再也不会抢着要下棋 那天晚上阿光哭得很惨 他再也不想下棋了 自那天起阿光没有再去对局 荷谷和小亮都十分担心 阿光这边还在祈求左维回来 也许他觉得只要自己不下棋 左维就会回来下吧 小明能看出阿光最近情绪低落 阿光连森夏老师的研究会也没去 不穿围棋会所那边也一样 之后小亮直接来学校找阿光 他是来问阿光为何无故缺席比赛 当阿光表示自己不在下棋时 小亮根本无法理解 阿光明白小亮憧憬的是左维而不是他 但是他没有办法再让左维下棋了 阿光伤心的跑出去 虽然他是为了追赶小亮才走上职业骑手的道路 但左维的离开让阿光无法释怀 我是全叔 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 阿光之所谓不下棋是觉得 只要这样做左维就会回来下 他来到公园怀念起何左维 曾在这里拿石子模仿下棋姿势 这时河谷出现在他面前 他是还关心阿光的情况的 河谷现在独自住在外面 他还邀请阿光去跟大家下棋 其他人都在朝着目标努力 目前只有阿光停滞不前 河谷还说起一角最近去中国下棋 而比一角更先踏入职业领域的阿光 如今却要止步于此 难道不会感到羞愧吗 接着河谷说出自己下的第一步棋 他要逼阿光思考围棋的东西 结果阿光再次逃离 河谷这个朋友是真的很给力 此时距离职业考试还要两个月 一角受老师邀请来中国参加友谊赛 在这里鹰眼女士终于露面了 之后一角在和赵石的对异中输了 他有点郁闷自己没有发挥实力 三天过后友谊赛结束 一角在回日本前决定 自己要独自留下与赵石再次对异 同伴给他科普中国棋院的培训方式 接着李教练过来说赵石去比赛了 其实一角会这样坚持主要是因为 不想带着遗憾回日本考试 自己要是尽全力那输了就是输了 然后刘先生提议 一角可以先留在这里学习等赵石 他们给一角介绍棋院的训练日程 此时一个跟河谷很像的小孩过来 李教练正在训斥他不要偷懒 这个人叫做乐平 乐平是一个很贪玩的孩子 为此李教练也是头疼不已 下午李教练让一角加入内部循环赛 乐平主动提出要和一角下棋 一角是觉得总不至于再输给小孩 结果这次一角因为轻敌还是输了 因为听不大懂中文 一角还觉得自己是不是被取笑了 其实一角在这里还有一个语言问题 动画里没有表现出来漫画有 因为不懂中文所以些讨论听不懂 原本一角留在这里是为了学习进步 但如果因此一角不振就得不偿失 之后有人来找一角下快棋 这个年纪跟一角差不多的对手 水平竟难比肩日本九段实力 一角因为心态问题早早认输 但是大家讨论说其实还有机会的 接着一角的救星出现他叫杨海 杨海精通多国语言可以和一角交流 一角这边为了克服自己的弱点 决定在考试前都在这里学习 他接受杨海的提议住进宿舍里 不过当杨海听到一角输给乐平之后 他要跟一角下棋测试实力 如果一角连乐平都赢不了 那杨海也不准备留下一角 第二天早上一角去棋院学习 杨海判断一角实力和乐平差不多 而且棋杆也不错 昨天那盘棋准确说是盘直到棋 一角也慢慢适应了节奏 他还有性能和顶尖棋手对异 之后肇时比赛完回到棋院 一角刚想说要和他对异 乐平就拉着肇时要去玩 乐平还吐槽说一角实力不怎么样 杨海听到后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他替一角约乐平一个礼拜后再战 如果乐平输了就要认真学围棋 虽然在动画里一角表情有点失落 但在漫画里他是听不懂乐平说什么 晚上杨海跟一角解释情况 乐平和他都是来自云南 乐平的父母很担心孩子的学习情况 按照目前成绩乐平明年会被送回去 所以杨海想用一角来激励乐平 一角很感谢能因此获得指导 接着杨海询问一角和乐平那盘棋 原来一角是因为之前输给了肇时 导致不想输给小孩的意志太强烈 所以在跟乐平对局时心态失衡 杨海在得知一角去年职业考试 也是因为心态问题而落榜之后 直接点出了一角心态容易崩的问题 他告诉一角不要在意围棋外的事情 这些是可以通过训练实现的 跟自身的性格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时间一角开始锻炼 如何在对局中保持良好心态 并在循环赛里取得成绩 接着来到和乐平对应那天 杨海使了一个盘外招 他告诉乐平对应时间一点半 然后跟一角说是一点四十分 主要是为了让乐平感到焦躁 结果知道真相的一角很生气 他希望能通过实力获胜 一角把等待的时间加倍扣除 杨海这下觉得自己对不起一角 如果一角因此输棋他要去道歉 然而一角表现得格外冷静 最后一角以两目半获胜 结果那之后乐平就缠着一角下棋 杨海的计划成功了 乐平现在下棋态度很积极 而一角也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态 说回阿光这边大家都很担心 妈妈还特意来找老师商量 阿光最近都没有去参加比赛 问他什么都不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妈妈很担心阿光最近的情况 因此也希望老师能帮忙关注下 之后小明看到报纸也来询问阿光 为何会不战而败 三谷很生气阿光放弃围棋 感觉他想用自己参加今年大赛 来激励阿光对于围棋的乐爱 毕竟当年阿光把打倒海王作为目标 当初最拼的可是阿光 另外春在得知阿光的情况后很生气 他现在是在工地打工 偶尔陪社长下棋 同样生气的还好和二先生 不穿围棋会所的人也很担心 毕竟一直不比赛可能会被除名 晚上阿光回想起中学围棋大赛 他房间的棋盘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 第二天放学金子来找阿光 他想让阿光跟三谷下棋 这样自己就可以指导夏木和小池 不过阿光没有答应 小明跟他说了大赛时间希望他去看 在围棋社里大家都在努力练习 这是他们三连级最后一届大赛了 那天阿光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来到海王中学看比赛 一进赛场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 阿光看到三谷他们对异的身影 立马就想起自己曾经也是这样 他忍住自己想下棋的欲望 在被引导师发现之后 阿光立马跑走 其实他也不清楚如果不下棋的话 左围是否会回到他的身边 接着一角回到日本准备考试 他从报纸上看到阿光上周不战而拜 之后他远河谷见面聊天 并询问了阿光最近的情况 晚上一角来到棋院碰到天野 得知旭芳也在关注阿光情况 然后一角来到布川围棋会所 听和二先生讲起阿光的事情 隔天一角顺着地址找到阿光家 他想要问清楚阿光为什么不下棋 放学回家的阿光感觉房间有人 结果发现来的是一角学长 阿光很想回避一角关于围棋的话题 但又不能这样把一角丢下 一角拿出报纸说小亮已经三段了 而且今天正是他本音方战 第三轮预赛决赛 对手是秋元九段 休息室里天野和桑源说起阿光 桑源说自己一点也不担心阿光 只要阿光的劲敌小亮还在下棋 那么阿光就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而且小亮也是这样想的 这时一角看出阿光对围棋还要热情 但阿光立马说自己不再下棋 于是一角拿起房间的棋盘 他要为了自己和阿光下一盘 去年考试的时候一角毁棋认输 他为此一决不振一段时间 今天他是要来做个了断的 在阿光犹豫期间 一角拿布插示那满是灰尘的棋盘 他还说去了一趟中国之后 想成为职业骑手的欲望更加强烈 大家都在努力朝着目标奋进 不过阿光还是无法释怀 一角说就当做这盘骑士为他而下 终于阿光拿起了九一的棋子 只下这一局为了一角学长 虽然阿光努力抑制自己的兴奋 但他还是越下越认真 一角这边也不遑多让鱼一反击 渐渐的阿光也被带入棋中 两个人你来我往对局十分激烈 他们同时感受到对方变强了 直到阿光在下一步棋的时候 他看到一把扇子指向落子的位置 那一刻他猛然回头 不过左翼没有回来 阿光这下终于明白了 他流下了眼泪 他刚才的那一步是左翼的下法 原来遍寻各地都找不到的左翼 竟然出现在自己的棋里 原来左翼还在 他就在自己眼前的棋局里 原来要找到左翼的唯一办法 就是继续下棋 这仿佛是左翼在告诉阿光 不要放弃自己喜欢的围棋 接着阿光擦干眼泪告诉一角学长 自己一定会坚持下去 终于阿光通过这盘棋再次崛起 晚上阿光跑到棋院 桑源跟阿光说找劲迪的话在五楼 他从阿光的眼神看出阿光回来了 此时小亮刚赢了对局 当别人感慨不愧是塔史的儿子时 丘元九段说这样的说法很失礼 迎起的是塔史亮 跟是谁的儿子无关 此时阿光出现在小亮面前 他是还告诉小亮自己会继续下棋 正如桑源老师所说的那样 围棋一个人是下不了的 一个天才诞生不了明局 只有当两个天才一起努力时 他们才能一起追求神之一手的境界 之后阿光终于重新参加比赛 妈妈这下也是松了一口气 阿光复出的第一个对手是村上 村上今天只要赢了阿光就能生三段 他是没有想到阿光今天会来 村上就是之前幼师赛的那个 那时阿光因为收官不好而输棋 但是今天明显不一样了 另一边金子询问老师阿光的情况 并告诉小云他们说阿光又去下棋了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这次大赛三国他们决赛败给海王 女子团体赛也是3比0拿下第一局 就在小时担心毕业后 围棋社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 小明跟他说了同景当年的故事 他也是从一个人组建起围棋社的 小时这下获得了鼓励 一角这边告知和谷他们 阿光已经重新开始比赛的消息 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天野记者在看到阿光之后 密码跟续芳汇报情况 因为之前让他帮忙留意阿光 续芳很开心阿光又回来了 身边人对阿光的期待 让天野记者对阿光开始感兴趣 回到赛场上小亮很快赢了对局 他连看到没看阿光就走了 因为他对阿光有绝对的信心 而且阿光的实力要他亲自衡量 因为他们的对局早就被安排好了 果不其然阿光赢了村上 随后板卷叫阿光去办公室 阿光这边为自己的缺席道歉 板卷在叮嘱完阿光之后让他离开 接着围棋职业考试开始了 能协今年也来参加考试 一角这边更是自信满满 而阿光这边也是势如破竹 小亮则是拿下王座站第二轮预选二回战 以及天元站第二轮预选一回战 对手都是高端位的骑士 天野逐渐感受到新的浪潮即将来袭 另一边续芳拿下骑胜站第五局 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头衔 并且续芳已经能够应对桑元了 之后记者试传来消息 卡使秦阳签约了北京队 队员们都十分兴奋 毕竟他是最接近神之一手的人 不过杨海却拍一拍电脑说 神之一手会从这里诞生 因为已经有人开始做了 回到天野这边他似乎感受到了 整个围棋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隔天阿光去参加森夏老师研究会 刚好碰上了苍田 苍田还说要把没签完的明签完 不过那个签名版早就不知道在哪里 研究会上阿光下赢了护目 森夏老师也表扬了他 晚上阿光终于收到通知 两周后他和小亮会在 名人站低轮预选碰面 这次阿光再也不会逃避 比在前一天放学的时候 小明有点担心阿光的情况 而阿光却邀小明来家里下棋 以此来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 毕竟跟小亮这一战是很特别的 接着终于到了对局那天 小亮依然从阿光的面前走过 他的眼神明显表达我在等你 接着到了赛场阿光说又可以下棋了 小亮说从海王那一战过后 已经两年四个月了 这次终于轮到阿光向小亮展现实力 接着比赛终于开始 阿光每下一步小亮都立马还击 仿佛这场对局他早已迫不及待 而这种心情阿光又何尝不是 两个人没多久就开始交锋 小亮发现阿光能一瞬间看穿局势 这种反应速度无异于高段骑士 小亮这下更加笃定 阿光就是自己这辈子的劲敌 接着阿光突然下了一手让小亮犹豫 因为这一手跟赛一模一样 此时天野记者看到报道 韩国新起之秀红秀英打败九段骑士 再加上刚刷新联胜记录的高涌下 韩国围棋界低年龄层底子却时候 据传闻有企业想做日中韩青少年杯 就是三国18岁以下围棋团体战 正在大家讨论日本有谁可以出赛时 只有天野提到了阿光 大家也才发现虽然阿光之前缺席 但他从复苏到现在是八年胜 有了这些努力的少年们未来可期 回到阿光这边已经到了五休打败时间 他和小亮下的都不轻松 其他人走后他们两个还盯着棋盘 然后就在阿光走之前 小亮突然说一声Sye 他说阿光体内还要另一个人 在围棋会场和他下过两盘的是Sye 小亮说因为自己了解阿光 所以只有他清楚阿光体内还有别人 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失言了 阿光惊讶除了自己之外 竟然还有人可以感受到佐伊的存在 接着小亮让阿光不用在意 因为光所下的棋证明了阿光的全部 对他而言这样就够了 然后阿光欣慰的说了一句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小亮这下觉得果然有秘密 两个人就这样愉快的相处 对局结果自然是小亮赢了 不过妈妈不关心这些 只要儿子健康开心就行 此时阿光没露脸的爸爸正在洗澡 而阿光很快就睡觉了 那天晚上他梦到了佐维 佐维温柔的看着阿光 那令人怀念的笑容并没有变 阿光像个孩子一样跟佐维说着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其实要说的话有很多 但最想问的是佐维为何会消失 阿光不知道佐维走的时候 是悲伤难过还是微笑面对 佐维用微笑回应他 不过时间似乎很快就到了 佐维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只是将折扇递给阿光 传承就这样开始了 梦醒之后阿光擦干眼泪出门 他和小亮经常会癌会所下棋 客人们已经习惯他们 在复盘的时候肯定会吵起来 放心他们两个还是好朋友 那天河谷和阿光去参加对弈 午休时阿光的对手问河谷 为什么阿光这么强还是初段 河谷说阿光曾经缺席了一段时间 那个对手惊叹到 阿光的实力肯定会是最强初段 午休期间阿光还买了一把扇子 今天这局他也要拿下 就这样奇闻tv版的故事结束了 从最后的一些画面可以看到 阿光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小亮也在努力向上挑战 塔齿行昂似乎在期盼着河水对局 河谷这边升到了二段 一脚门鞋相继通过考试 彭景这边交了个女朋友 其他人也都在朝着目标前进 我是全书故事还没有结束 特别片一开始阿光正在家里下棋 他渴望早点与高段位对弈 之后他接到棋院出版社古赖村电话 也因此才得知要举办北斗杯的消息 这个古赖村是因为内部人士调动 或还接手天野记者的工作的 他是后期促成高永夏对阵阿光的主要人物之一 漫画里也不是打电话 而是阿光与古赖村偶遇后得知消息 并且阿光还知道秀英成为职业骑士 因为古赖村是刚从韩国烂边回来 接着阿光就把北斗杯的消息 告诉了河谷和伊角他们 伊角因为已经超过18岁不能参加 之后的一天阿光和小亮在讨论 本周阿光比赛的一盘棋局 那盘棋局是阿光反败为胜 小亮毫不客气的指出阿光的问题 大家也习惯他们两个这样吵闹 然后阿光提起了北斗杯预选赛 不过小亮表示自己不会参加 因为他已经是内定参赛选手 加上旁边人对他们端位实力的吐槽 阿光决定在通过预赛前不会再过癌 他一定会成为代表队的一员 随后画面一转来到北斗通信公司 他们是这次北斗杯的赞助商 举办比赛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扩大公司在亚洲市场知名度 这个市场叫护毅 他对助手河川说起除了塔史亮之外 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关西棋院选手 而此时漫画的剧情中 阿光终于卢苑和高端位骑士对弈 只不过这个人竟然是预期增 结果自然是阿光赢了 然后我们来到一角的新出段联赛 对手是桑源老师 桑源简单几句话搞得一角很紧张 那天阿光和门邪也要去看比赛 结果他们在路上相遇了 阿光还记得门邪的名字 门邪自从那次被阿光打败之后 对于阿光就有种莫名的期待和崇拜 虽然那盘棋是左一下的 不过门邪说能下出那样棋的阿光 竟然会在考试中输了三场 而且新出段联赛也输得一塌糊涂 成为职业棋手之后又是不战而败 他很想问阿光到底怎么了 此时一角的对局已经开始 本田河谷月志他们在记者室观战 月志提到关西棋院有个厉害的新人 然后他们又谈到了门邪和阿光 本田才想起原来门邪比赛期间 有一次提到的人是阿光 因为门邪觉得阿光怎么会输给大岛阿福本田这三个人 门邪是今年一拜通过职业考试 一角则是全胜通过考试 回到门邪这边 他毫不掩饰的对阿光表示期待 然后阿光希望门邪跟他下一盘棋 对于阿光来说这是南下的一盘棋 因为他会被拿来和一年半前比较 接着对局开始 阿光开局便是三年星 不过门邪本身的实力也不错 两个人没多久便开始交锋 而在优玄之间 一角并没有受到开场前的影响 三元也对他赞誉有加 之后门邪这边认输 他觉得能跟阿光对异真好 不过阿光觉得他应该还有话说 接着门邪终于说出 感觉还是以前的阿光比较厉害 听到这句话阿光十分开心 他现在确实又重新站起来了 此时一角这边的对局也结束了 他以六木半的优势获得胜利 晚上本田来到老师家参加研究会 在这里终于碰到了那个 15岁的关西奇愿新人社青春 社的老师带他过来拜访的 于是社就跟本田下了一盘棋 社开局就来了一招一首天元 本田感到意外的同时没有退缩 那盘棋最后是社赢了 一般来说大家开局都会布局四角 因为这样会比较容易扩张领地 而下在天元位置则对圈地没有帮助 这是用来窥伺整个棋盘的 这一手起作用就会赢 对手只要不让他发挥作用就行 下这一手需要对自己的棋地有信心 本田这下似乎有点被打击到 不过他的老师提醒他 职业围棋是条漫长且没有尽头的路 所以才需要花费一生时间去学习 这句话点醒了本田 所以他在北斗杯预选赛第一轮的时候 对阿光也用了一手天元 可惜那盘棋他输了 下一轮预选赛要在两个月之后 话说阿光经常来爷爷这里看棋盘 虽然雪姬不见了 但棋盘上的客线一难明亮 之后阿光终于在对局中遇到九段棋士 他便是森下老师 同一天小亮遇到一个熟悉的对手 那便是续方精刺 这一局在漫画的标题叫瞬间的畏剧 比赛一开始小亮和阿光都吓出气势 漫画有一个中午休息的剧情 休息是李森下很明显地表达出 虽然阿光经常参加自己的研究会 但他对赛场的自己一如所知 续方听到这句话也深有感触 结果在下午对局的时候 阿光和小亮相继因为 对手的出奇不意而乱了阵脚 虽然他们最后都尽全力反击 但那一瞬间的畏剧便是差距所在 结束后续方对记者说到 小亮并没有被自己的头衔吓到 相反他沉着冷静应对发挥出实力 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在表扬小亮 而是想说明舒奇是因为实力差距 从这里可以看出 小亮确实把续方逼到一定程度上 另一边阿光跟森下坦白自己的畏惧 森下则鼓励阿光说 他手上的扇子应该不是用来装饰的 继续朝着目标努力吧 其实漫画里同一时间还有一个对局 那便是塔使秦阳对阵高永夏 这三场对局应该是想引出新生力量 高永夏最后输给了塔使秦阳 对了他和秀英是好朋友 塔使秦阳跟高永夏提起了小亮 而秀英还没有忘记阿光 他苦学日语是为了告诉阿光 自己的名字叫红秀英 同时秀英也是北斗杯韩国队选手 之后时间来到毕业典礼那天 小明金子他们都毕业了 金子有趁机给小明阿光拍照 小明和阿光的妈妈从幼儿园就认识 此刻两个妈妈聊得正开心 小明表示自己上高中会加入一期社 阿光也答应有空会去下指导棋 接着终于来到北斗杯预选赛第二轮 阿光和谷月志他们都被分开了 和谷这时很惊幸没有跟阿光比赛 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主持比赛的人叫杜鞭 接着对局开始 结果是摄和谷月志和阿光赢了对面 看起来就不像18岁以下的对手 摄在下完的时候看了下阿光的对局 他清楚了认识到阿光实力很强 下午的对局是阿光对摄和谷对月志 两名胜者将会成为北斗杯日本选手 阿光之前从本田那天过摄的事情 他原本还在期待摄能下一手天元 结果摄来了一个一手五之五 这一手既不利于站脚圈地 也不利于向中央发起攻势 这概率可是比一手天元还低 看到摄的自信阿光也是毫不畏惧 他下了一个第二手天元 关局的人都非常吃惊 然后摄又来了一个第三手五之五 果然没有最浪只有更浪 接着双方都下载了鲜味并互相用挂 然后摄要让天元那一手不起作用 但阿光岂能让他轻易得逞 双方气势咄咄逼人互不相浪 反观河谷这边下的比较平静 目前是河谷略战优势 而此时杜鞭他们已经到另一个房间 他们直接讨论阿光和摄的那盘棋 杜鞭发出感慨 这两个人谁落选都很可惜 这时苍田和小亮过来看结果 苍田是北斗杯日本队领队队长 接着小亮听到有人说好可惜 他以为是阿光输了就赶紧过去看 结果发现目前是阿光占据上风 随后越智这边赢了河谷 越智在收关的时候比河谷强 但在越智看到阿光和摄的那盘棋后 他就显得不淡定了 任谁都看得出摄比越智强 接着古赖村带着呼吁来看结果 摄在这个时候认输了 然而接下来却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越智拜托杜鞭他要和摄来一局 越智这个角色在这里得到升华 他不愿接受赛制带来的优势 他要凭实力获得认可 他是一个有尊严且纯粹的骑士 这份强烈的自尊也影响到河谷 之后互一作为主办方同意这个方式 第二天摄赢了越智获得参赛权 那盘棋两个人都下得很好 然而一局的结束只是另一局的开始 这既不是全部也不是终结 大家都在漫长的征途中不断前进 之后小亮与阿光依然在会所下棋 这边有一个关于棋风对手的讨论 好的对手才能促使自己成长 然后阿光提出疑问 如果这样那围棋之神岂不是很孤单 其实不会啊 因为他培养出了你 接着在阿光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会达到神之一手的境界后 这个特别篇已作为回眸一笑结束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讲讲番外篇 漫画单行本18有6个番外篇 TV动画有单独做了两集出来 番外篇一讲的是塔史亮 TV动画是在第66集 故事发生在小亮与阿光碰面前 那天卢元和小亮在会所下棋 那时的小亮实力已经不错 不过他还没有打算参加职业考试 他心中一直觉得好像缺了什么 卢元对他说应该是缺一个对手 童年龄里面确实没有 棋力跟小亮差不多的人 只有棋防对手才会互相进步 此时在另一个地方 一个叫基布修处的孩子 正在跟一个大人下指导棋 他刚才儿童名人战里获得冠军 不过基布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颁奖典礼上他听到小亮的传闻 如果不打败他 别人就不会承认自己 然后他就去塔斯家的围棋会所 基布的目的很明确是打败小亮 并且如果是他赢了 以后小亮要跟别人说自己输给基布 不过小亮一脸很开心的样子 看来他确实需要一个童年龄的对手 既然对方是儿童名人战冠军 那么实力应该不差 对于一开始小亮吓得很认真 然而对手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强 基布这边也很快就离开 小亮失落的心情都写在脸上 他还忘记了基布的名字 一段时间后小亮的棋力有进步 并得到父亲塔斯其昂的认可 那天他放学后依然来到会所 就在小亮自信满满 觉得可以迈向职业骑手这条路时 他遇到了阿光 所以才有了之后的故事 范围篇2讲的是嘉赫铁南 在毕业后嘉赫又被叫回学校 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育一下 降棋社那些不成才的学弟 此时围棋社只剩下小池一个人 其他学长都退社准备升学考试 一天终于有人慕名而来 一个将棋社的人陪他同学史布来的 不过看到社团情况史布不想加入 小池则要跟史布下棋 如果赢了他希望史布留下来 结果是小池输了 史布也是觉得人少而且棋力不强 因此才不想参加 这时嘉赫出来说他是五十步校百步 接着小池误把嘉赫当作是同警学长 并夸他是传奇般的人物 嘉赫也借机承认玩耍了一下 他用自己的棋力震慑住史布 最后加上小池的不懈努力 史布终于答应要参加围棋社 而另外那个不是叫史布的人 嘉赫要他也加入围棋社 因为这样就可以凑够三人参加比赛 嘉赫已和他下将棋决定他是否加入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那之后小池很开心告诉学长们 在同警的帮助下自己找到社园 不过阿光和三谷觉得同警没有那么强 这件事情在单行本第十九本还有后续 史布又找了一个社园上导过来 之前嘴上说被迫参加围棋社的钢村 立马觉得自己的三将位置受到威胁 然后他们就来了一个内部战 结果怎样无所谓 至少社团人又多了 番外篇三讲的是奈奈明日美 时间大概在院生考试结束后 泛岛决定三月退出院生 准备大学考试 奈奈也顺势觉得自己要多玩一下 结果他就缺席了一次院生对异 他是跑去跟别人约会了 他的朋友给他介绍的 随后在聊天的过程中 奈奈说起自己周天都会去下围棋 那个男生就顺势说想要看 然后奈奈就近找了一家围棋会所 看到里面都是大人那个男生就怂了 接着奈奈和大叔对异越来越起劲 那个男生感觉他们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 于是他自己先回家去了 之后奈奈继续参加院生对异 感觉泛岛有点生气他去约会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 奈奈决定还是继续当院生 所以一脚回来考试的时候他也在 番外篇四讲的是三谷又灰 这个故事之前TV版播出过 就是三谷下棋整地作弊前后的事情 番外篇补充说明三谷家境情况一般 然后他是为了买一个 19800日元的MD随身听才那样做 番外篇五讲的是苍田后 一天光在吃面时偶遇一个人 那个人是八年前教苍田的实习老师 这个老师上课发现苍田在听赛马 恰好这个老师自己也有买马 于是他们就一起去了赛马场 当这个老师发现苍田 能大概率的预测出结果时 就想借着苍田发家 这里说下苍田本身是没有买马 他把预测做了一种乐趣 实习老师也确实赢了不少 不过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中 苍田及时修正了自己的预测 这也让实习老师没有掉坑里 后来苍田觉得预测没意思 然后就跑去下围棋了 范围篇六讲的是左维 对应TV动画64集 名字叫庆长的花器 时间是在他们拧比三输给海王的时候 奥光那天在学校被棒球打中 生气的他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水平 结果那颗球没有飞向甲子圆 反而打进了将棋社 加贺一脸生气的质问阿光 他倒是不在意奖杯被打坏 他比较在意自己喜欢的茶杯碎了 于是奥光就去买杯子 路上他们进了一家店 左维因为听到庆长的花器所以进来 他一眼就看出是个赝品 以前虎次行对花器可是非常了解 左维也因此略懂一二 不过阿光不小心把赝品打破 但好在阿光指出这是赝品的证据 那个店家似乎很欣赏阿光 并说阿光可以不用赔偿 接着那个店家又接到电话 那是客人打来投诉的 不过店家只怪那个客人没眼光 此时一个小女孩突然冲到店里 原来半年前爷爷家进了小偷 所以一个花器被偷来卖 这个店家认为虽然是便宜货 但他也不想白给 而左维这时认出 这才是庆长的花器 不过那个店家开价10万日元 随后在争执中又把小女孩推倒 还要索赔撞坏的茶杯5万日元 左维这下十分生气 他看到店家有摆围棋 于是决定和他下棋赌茶杯 这个店家适合武断实力 接着对局开始店家被打的一面倒 店家很快认输茶杯也不用赔了 果然没有什么是一盘棋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跟对方换着下 接下来阿光要跟店家互换棋子 如果阿光能反败为胜的话 就把那个花器还给女孩 面对这样的条件店家十分生气 因为自己明显被看扁了 结果左维真的反败为胜 就这样那个花器回到女孩手上 而他的秘密就在于 倒上水的12位出现樱花图案 这次是店家自己看走眼了 不过阿光好像忘记买茶杯了 第二天阿光随便找了个茶杯给家贺 看来后果很严重 好了番外篇到此结束 三国代表选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韩国是高永夏 红秀英 林日焕 领队是安泰山 中国是赵石 王世震 陆立 领队是洋海 日本是静腾光 塔史亮 社青春 领队的是昌田后 此时距离比赛还有一个月 话说续芳再次获得 本音芳头衔占挑战资格 而且这一次他再也不会上当了 另一边阿光来到布川围棋会所 大家都期待他在北斗北的表现 阿光也跟大家说起比赛的事情 当阿光说到下次要带小亮过来时 大叔们一个个显得很激动 阿光这下有点被吓到 此时在齐院出版部 塔史其昂的比赛消息已经确认 古赖村因为请年假要去韩国玩 所以就改派吉川去采访 不过古赖村说自己也会顺势去采访 韩国参加北斗北的选手代表 期间大家还谈到塔史其昂一些话题 晚上小亮在家跟爸妈吃饭 下周爸爸要去深圳比赛 妈妈也一起 所以就只剩小亮自己看家 同一时间阿光接到河谷电话 他们聊到秀英也是参赛选手 河谷想自己弄个循环赛 并邀请阿光他们参加 他也为阿光打气加油 时间很快来到下周 塔史其昂在深圳参加比赛 想采访他的记者非常多 而另一边在韩国的汉城 古赖村要独自去韩国祈愿采访 误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别人以为古赖村是明天来 所以今天刚好没有人专门翻译 只能勉强从一些名字里面推断 古赖村是还采访北斗北代表的 而且搞错时间的应该是古赖村 刚好今天只有高永夏在 所以他们临时安排一个攻读生翻译 本身那个人也是对日文意志半解 导致他在翻译的时候显得不耐烦 也因此他只翻译他知道的词语 所以当古赖村问起 高永夏怎么看待本音方秀策的时候 得到的却是非常负面的评价 但我们可以看出高永夏对于古赖村 那激动的反应不大理解 并且还很快结束了采访 回到日本这边射给阿光打电话 他想在比赛前来个练习赛 于是想让提议来自己家集合 因为自己的爸妈都在深圳 塔史形阳此刻正在跟徐章元聊天 他是韩国著名骑士 他想提议韩国祈愿 邀请塔史形阳作为客座骑士 这样塔史形阳就可以自由参加韩国各种比赛 当徐章元问起塔史形阳为何退役时 塔史形阳表示这是另一种进步方式 同时他还在期待能与赛再次对役 一折后古赖村回到日本 他碰到阿光兵的阿光一定要加油 他将高永夏对秀策的不禁告诉阿光 虽然集川觉得这一定是误会 但阿光可是把话给听进去了 他不容许有人贬低秀策 之后阿光和射碰面搭电车去小亮家 车上射提到自己家里 并不看好自己成为职业骑士的情况 所以他希望通过这次比赛 能够向家里人证明自己 比较晚的时候他们到小亮家 主要还是阿光迷路了 进来之后射表现得比较轻松 他似乎认为胜券在握 不过却被小亮泼了冷水 而且射并没有反驳 因为论实力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反驳 接着小亮提议大家来下快骑 输得换下一个赢得继续下 这主要也是为了提升一下士气 期间阿光还在想着高永夏的事情 他不允许有人看清秀策 因为佐伟还活在他的旗里 就这样他们下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早上苍田过来 他目前比较担心射 因为射的大赛对弈经验不足 射是出生在关东后来才搬去关西的 然后就被关西奇愿对弈的情况吸引 他也是属于进步神速的一类 这次比赛是现场抽签决定顺序 第一天两场第二天一场 主将副将三将顺序由实力决定 这种大赛一般不会玩田季赛马 接着苍田和射对弈阿光和小亮对弈 在苍田心里主将肯定是小亮 阿光自己也明白虽然判断力不差 但他的气势和毅力确实不如小亮 对局结束后阿光输了五目半 然后大家开始复盘讨论 射塔同心里佩服阿光的实力 因为阿光下棋才还不到三年 然而阿光在复盘的时候比较激动 他现在的心态并不大好 接着小亮说起高永夏是主将时 苍田这边也定了阿光是副将 此时阿光提出希望能做主将 他希望和高永夏一决高下 这个提议肯定是被驳回的 小亮很好奇为什么是高永夏 晚上睡觉的时候射也问了阿光 结果阿光自言自语说如果秀策还在 肯定是不会输给高永夏的 之后两天他们继续对异讨论 赛事当天妈妈帮阿光准备好东西 妈妈本想着跟爷爷去看比赛 不过阿光觉得他什么都看不懂 但转念一想射家里的情况 其实有家里人支持还是很好的 之后他们来到比赛饭店 按照规定要在这里住一晚 然后阿光在大堂遇见秀英和高永夏 阿光还记得秀英的名字 秀英也可以用日语跟阿光交流 因为秀英是三将他们碰不到一起 所以秀英约他比赛后去围棋会所下 接着阿光提起了高永夏的事情 秀英不相信那是高永夏说的 此时移角带着河谷等杨海他们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看下河谷 因为之前说过他跟乐平长得很像 杨海还邀请河谷以后去中国祈愿 接着麻烦的苍田来找方便的杨海 苍田是希望杨海做他的实时翻译 另一边秀英来找高永夏问情况 他答应阿光要解释清楚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 高永夏当时并没有轻视修策 他是说日本现在的骑手在不努力 可能会让别人觉得 像秀策等过去的骑士都很弱的样子 不过那天的翻译并不熟练 估计只翻了听得懂的词语 所以就变成轻视秀策的话 而就在秀英要去解释的时候 高永夏阻止了他 因为他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 接着大家准备去参加欢迎会 苍田跟韩国领队安泰善有点过节 不过只是单方面的 因为苍田实力不敌安泰善 而且还被叫做日本的安泰善 安泰善对这次冠军势在必得 杨海这边无奈主将努力状态不好 之后欢迎会开始首先是选手介绍 然后就是开场致辞 秀英找不到机会跟阿光解释 而阿光则误认为那不是误会 接着在领队抽签和致辞的时候 苍田表现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看来他是真的不喜欢安泰善 再来就轮到主将致辞 高永夏这时注意到了阿光的怒气 他觉得这样被单方面误会很烦 所以他直接上台说 就算秀策现在出现也不是自己对手 这样就不算是单方面误会了 然而台下一然有不少人不知道 等英方秀策是谁的跟着鼓掌 此时高永夏下台对阿光说 古赖存说的全部都是对的 然后就被装回房间去 不过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 就算派人去解释也无济于事 秀英很生气永夏的恶作剧 另一边苍田才明白 原来这就是阿光挑战高永夏的原因 苍田结合之前与阿光初次见面时 阿光鉴定过秀策的签笔签名 他们是认为阿光是秀策的忠实粉丝 不过这依然没有改变阿光是副将 但是苍田说如果阿光明天笑得好 那么他就会考虑一下 这样主要是为了激发阿光的斗志 第二天早上第一场是中国对日本 射和阿光明显不适应大场面 射的情况更糟一些 比赛是陆立对战小亮 王世震对阿光 赵子对射 比赛有专门的解说会场 射在看到月之爷来看比赛之后 冷静了不少 毕竟不能辜负那份决心 接着对局开始 河谷和一角也来了 妈妈跟着爷爷进来观战 看到电视里阿光的手妈妈就很激动 其他选手领队则在检讨室观战 目前情况小亮下得不错 但阿光这边就显得有点僵硬 很快小亮便展开攻击 这次在会场负责解说的是渡边 回到棋盘上 陆立也准备怀疑颜色 不过杨海已经看出陆立有点着急 另外射虽然不敌赵石 但表现也还是可捐可点 最意外的就是阿光了 高永夏也觉得拜拜期待了一下 就连渡边也说阿光大势已去 此时妈妈不忍听到别人对儿子评价 所以还是早早离开会场 让我们回到阿光这边 他自己也很清楚目前局势不好 看来确实在心态上受到影响 就在阿光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想起了左围 想起了那把扇子不是装饰而是决心 即使现在只靠自己一个人 也定然不能轻易认输 紧接着阿光开始反击 他紧紧地咬住对手不放 在对手看来这是无谓的挣扎 而对阿光而言却是绝地反击 此时在解说会场渡边正夸赞小亮 而设那边应该是遗憾落败 这时有人发现阿光烂盘奇不得了 检讨室的人也同样发现这个情况 因为阿光正在一步一步缩短差距 他竭尽全力地寻找胜利的希望 现在变成对手在苦苦抵挡追击 可惜前面的差距实在太大 阿光最终输了一幕半 苍田看到这里若有所思 接着高永夏突然指出了一手 原来阿光是有机会一半目取胜的 不过高永夏依然觉得 阿光没有看出这一手实力不如自己 这些话被苍田给听到了 因此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那就是明天阿光做主将 对战高永夏 苍田这边其实看中阿光的冲劲 反倒是阿光现在心里没底 笑的比赛是韩国队全胜 这下就只剩明天韩国和日本的比赛 阿光也努力为自己打气 苍田觉得这一战会促使阿光成长 当然他也不忘为社加油 回到房间的时候 其实小亮很想问 为什么阿光这么执着羞测 这里他联想到之前那个 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不过小亮最后没有问出口 既然阿光是带小亮出任大将 那么小亮就不允许阿光丢脸 比赛第二天是5月5日 但是作为离开的日子已经一年了 阿光和小亮也确实成长不少 早上大家知道阿光是主将后很吃惊 目前比赛的成绩是 如果日本今天输了就垫底 要是赢了就三国评分比赛奖金 然而当观众看到阿光是主将时 基本全体炸锅 对了同情学长也有来看比赛哦 在场里小亮用韩语简单交流了情况 高永夏也觉得阿光特别在意羞测 他问阿光为什么会执着到这种地步 其实问原因我们都知道 不过就在阿光要说出来的时候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各就各位 于是队一就这样开始了 主将战阿光对战高永夏 副将战小亮对战林日焕 三将战射对战红秀英 这时渡边跑来找苍田说 他觉得阿光被当作弃子很可惜 而且观众对张的安排也不满意 不过苍田还是坚持这样没有问题 渡边回去对护一也是这样说的 不过因为渡边还负责今天的解说 其实他也担心大家不想看阿光蜡局 然而此时从电视转播里看出 阿光竟然有希望 大家觉得高永夏下了一首坏棋 而只有陆局者阿光明白 自己现在很难反击 不过这才只是续盘而已 渡边这边也趁势为阿光打气 这里有个剧情 就是射的爸爸有来看比赛 而且还听到别人对儿子的夸赞 他在离开的时候碰到射的老师 射的爸爸其实只是顺道过来看 他还是觉得射下围棋没有前途 作为爸爸希望儿子过得更好一点 回到比赛场上高永夏轻松没有压力 不过阿光却在这时出奇不易 这下白子遭受重创 此时塔史咸阳也来看比赛 因为身份特殊 所以他直接去检讨室 盘而大家讨论起目前的棋局 虽然说小亮的对手林日焕实力很强 不过他认为小亮不会输 因为他觉得小亮一定在想 阿光有可能赢过高永夏 那么自己更不能输给林日焕 事实也正是如此 小亮就是这样想的 虽说林日焕是韩国队里最好强的 但小亮对于胜利的执着也很坚决 回到阿光这边对局进入中盘 他再次抓住一个机会进攻白子 高永夏也是吃了一惊 然而形势会因此而逆转吗 阿光此时似乎看到胜利的希望 但高永夏出奇不易的化解了 不仅如此还顺势躲过一劫 不过高永夏此刻是汗流浃背 他认为阿光实力与自己旗鼓相当 此时在检讨室里大家觉得 他们输赢可能只在半幕之间 接着话题聊到高永夏的那个误会 因此讨论起了本音发袖册 踏使行阳的弟子也曾经问过他 如果秀策还在 老师和秀策水比较强 不过对于不存在的人怎么比 踏使行阳却说有一个人跟秀策很像 此时场上局面已经接近尾声 银日换最终认输小亮获胜 而是二以三目半隐恨落败 大家都赶紧跑去看主将战结果 检讨室里只留下杨海和踏使行阳 杨海说刚才踏使老师说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网络上的撒尔 杨海也有看过撒尔和踏使行阳对异 撒尔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 杨海觉得如果他真的是亡灵的话 那么他出现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踏使行阳说可能是为了和自己对异 此时主将战已经来到中局 这盘对局的差距实在太小了 接着杨海准备去现场 而踏使行阳一个人在检讨室里感叹 阿光明显成长许多 也许他们都一样在追逐撒尔的脚步 另一边比赛结果出来了 阿光以半目之差西败 虽难败北但大家觉得虽败犹龙 阿光这边也只能笑笑说还是输了 不过高永夏小孩子脾气又上来了 跟阿光对异中自己出了两次冷汗 然后他要阿光把对局之前的话讲完 当时阿光想说自己下棋的原因 那便是将遥远的过去 与遥远的未来连接在一起 这个答案在他心中永远不会变 不过舒淇确实太难受了 然而高永夏觉得 大家都是如此才会在这里下棋 与此同时呼吁他们决定 明年会继续举办北斗杯 虽然主要是因为这次比赛效果不错 但其实呼吁已经开始被围棋改变 最后小亮对阿光说道 今天这一局并不是结束 因为永远都不会有结束 就这样北斗杯片迎来了完结 最后一页以左翼的呼唤作为结束 接下来还有两个番外篇 一个左翼VS塔始亮 就是他和小亮下的第二局 那一局漫画的标题叫一刀两段 这个番外篇补充了一些细节画面 同时也把点提的刀给补上 TV动画是两部分合在一起做的 番外篇二叫装四额刚 这是两个新的怨声 他们在参加幼师赛的时候 首战分别遇上阿光和小亮 他们都被对方精湛的棋力所折服 也因此更坚定围棋职业骑手这条路 所以传承还在继续没有终点 到此才算所有的故事结束 感谢原作枯田有美老师 感谢漫画作画小田健老师 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 结局的输赢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传承早已开始且没有终点 承接远古的过去 连接遥远的未来 我们一直在呼唤着你 我是全书 这个系列到此结束 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